当最强金手指和最强隐藏职业御龙师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将造就怎样一个妖孽 男人第一次觉醒天赋 就当众打脸笑嘴 而传闻中的巨龙更是重现人间 甘愿俯首称臣 只因男人面前出现的正式 传闻中的最强三大隐藏职业 龙血战士 龙语法师以及御龙师 而这一切都因多年前一款游戏与现实相融合 无数的秘境和遗迹随之出现 以及强大的怪物 人们通过猎杀怪物升级 获取材料装备 但有一种怪物令人闻风丧往 在凶猛的怪物在他面前都是弟弟 那就是神秘且强如神明的巨龙 在龙国的第三学校 老十一巴掌拍在黑板上 示意同学们安静 他接下来说的是关系到同学们的一声 他告诉同学们 只要精神足够坚定就有可能转职成战斗职业 陆凡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想他从蓝星穿越过来已经三年 他对这个世界已经了解了七七八八 而法师 弓箭手以及战士 是站在这个世界塔间的三大职业 他们是人人羡慕的职业 不仅能获取最优质的装备 更能赚取得丰厚的酬劳 而最差的就是生活类职业 厨师 草药师 矿工 觉醒这类职业注定是个普通人 而他的小姨就是这样一位厨师 每天起早贪黑地经营一家包子部 供养他读书 陆凡暗自发誓 这次一定要觉醒战斗职业 让小姨过上好日子 随着老师宣布向转职仪式场地出发 同学们都兴奋起来 而陆凡思考得太投入没听到 老师问他怎么了 陆凡文言先是说了声道歉 接着一阵风一样跑 他一把拍在栏杆上 这都三年了 金手指怎么还没有到账 他深信的是迟早的事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完成转职 同学们都安静地看着转职台上 中央摆着一块的透明水晶 校长宣布转职仪式正式开始 将由他旁边的牧师主持本次转职仪式 陆凡好不容易挤到前面 校长让被点到名字的人上台 第一个是学霸张涛 很多女生都被他的颜值征服 在牧师的帮助下 一圈圈符文将他包裹 水晶石也发出滋滋的声音 紧接着在上空凝聚出一枚火球 学生们顿时投来羡慕的目光 这可是战斗职业火球法师 前途不可限认 张涛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就连陆凡都羡慕 他这是彻底于普通生活告别 随着校长念出一个个名字 有的觉醒了草料 有的觉醒了才能 更有心如死灰的矿工 陆凡也看出 觉醒战斗职业的只有少数人 而觉醒战斗职业 就意味着有无限的慰勇 觉醒生活类职业注定平庸一生 但这还不是最惨 最惨的是家庭短来就拮据 还转职成课金的强化职业 陆凡文言有些心虚 万一自己也转职成强化职业 想都不敢想 就在这时 校长念叨了他的名字 他那抗打的颜值顿时 又引起一阵骚乱 都在猜测他会觉醒什么职业 陆凡只能强迫自己镇定 将双手靠近水晶石 但牧师的帮助下 水晶石发出滋滋的声音 下一个 一声龙影响出天地 整个空间都颤动起来 紧接着一道金色光柱 将陆凡罩住 所有人都被震撼在原地 而空中也出现一条巨龙 这是隐藏职业才有的天地一响 老师们的嘴也张得能塞下一枚鸡蛋 要是他能转职成龙血战士 或者龙鱼法师 那他将创造历史 成为龙国心的强者 而上一个成为龙血战士的人 现在已经是个顶尖高水 没想到十年后又出现了巨龙异想 完不成陆凡就是下一个 随着异想的消散 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陆凡 校长更是激动地抓住他的双肩 小子 你觉醒的是龙血战士还是龙鱼法师 陆凡文言脸色很是难看 不情愿说是御龙师 校长文言如遭雷击 所有人都是不可置信 明明这么大的阵场 却是最废物无用的御龙师 不是御龙师不强 相反是最强的战斗职业 只是千年来没有一个人能驯服巨龙 在强如神明的巨龙面前 人类弱小的犹如蝼蚁 想要降服巨龙无疑吃人说梦 而没有龙的御龙师啥也不是 甚至连技能都无法解锁 想到小姨一把使一把尿将它喂大 可她却不能给小姨更好的生活 她只能失落地走在回家路上 就在这时 她的金手指到账了 超级宝藏图系统激活 陆凡点开自己属性面板 等级十级 技能就是御龙术 可以驯服龙味生物 她也想起校长的话 让她不要灰心 实在不行就驯服一些亚龙主 毕竟隐藏职业还是潜力无穷的 但陆凡心里很清楚 亚龙不过是凶兽 如何能跟龙比 还谈什么潜力无穷 而且千年来都没有见过龙的宗女 孤知不觉间她就到了家门口 她深吸了一口气 刚进家门 就见小姨已经在桌子上盖好了饭菜 下一步 小姨就一把将她抱住 并快速地将她拉向餐桌 说今天是她转职的日子 怎么样成为了什么职业 陆凡欲言幼稚 小姨立马表示 没关系 这样也好 免得每天出去打打杀杀的 让人更担心 陆凡握紧了拳头 说自己成了御龙师 是一个没有龙就什么都做不成的职业 小姨微微一笑 御龙师也没关系 这说明小凡你真的很强 如果将来你能考上大学 小姨就继续供你读 要是你不愿意 也可以和我一起经营包子 晚上 陆凡将自己扔在床上 小姨才26岁 是普通生活职业 就算手指都磨成老简了 也没见改变频繁的生活 我想要和小姨过上更好的生活 难道要因为我转职成御龙师而断锁 陆凡不甘心 只要有龙 他就是最强的隐藏职业 可又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龙 突然 系统的声音响起 陆凡 恭喜你 首日藏宝图已发送 而且是张神机藏宝图 他虽然觉醒了藏宝图系统 但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 目前除了知道有个鉴定功能 而最核心的藏宝图功能又是什么样的 他直接点开宝箱 藏宝图共分为初级 中级 高级 以及最高的神级 而三张低级藏宝图就能合成一张高级藏宝图 且系统每天都会发放一张随机地点的藏宝图 只要前往那里就能获得与自身职业相关的宝藏 陆凡知道自己彻底站起 有了他 他成为真正的御龙师指日可待 而且第一张藏宝图将是他翻身的好机会 他一直点开 一张地图就出现 而且离他家很近 最主要的是地图要求的等级是10到20级 他收拾好行李搭上夜班车 并给小姨留了张字条 说他要去山市平原改变命运 让他不要担心 在家等他回来 当小姨睡意朦胧的起床时 就看见他的流言 而此时的陆凡已经到了山市平原 他发誓一定要让小姨过上好日 突然他撞到了一个人 抬头一看竟是个穿迷彩服的状态 旁边还有个负重前行的老阿姨 陆凡直接摆出防御的姿势 突然一只手掌拍在他背包上 小哥要不要一起走 陆凡一把甩开他的手 知道他们是材料猎人 三人都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威胁意味明确 帅哥再考虑一下吧 独眼龙也在一旁说道 年轻人深夜的荒野没有同伴 可是很危险 陆凡闻眼脸上浮现出一滴冷汗 这帮家傲 杀人越货的是肯定没有省大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陆凡暗呼糟糕 接下来就看自己的八字够不够硬了 男人花费两年半孵化一枚蛋 却孵出一个人人羡慕的长腿欲紧 不仅研制暴躲 还战力惊人 只因男人转职成最强隐藏职业御龙师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只因聚能随便吹口气 都能让人类堆堆烟灭 更言说收服 为此御龙师成了最垃圾的职业 陆凡不甘心任命 决定到荒野寻宝改变命 根据系统的提示 他很快到达郊外 却遇到材料猎人找茬 硬是要和他组队一起走 美其名约好保护他 陆凡直接拒绝 独眼龙还想挣扎一下 小哥 你不懂荒野的规则 这夜里可比你想象中凶险 陆凡为了摆脱他们 说自己是名召唤师 任何危险他都能召唤元素生物轻松解决 几人闻言都是一愣 看来我们的担心对于你来说是多余 随即独眼龙招呼另外两个离开 女人则凑到陆凡耳边 陆凡可不想被这些卑劣的材料猎人背刺 果然没有实力就会这样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得赶紧出发 在密林中穿行很久 他扒开树枝一看 却看到一群八级的脚马 虽然他们性格温顺 但是打扰到他们 就是十级的陆凡也会变成空中飞人 只因他无技能 想而又想 他还是决定绕道而行 只能小心翼翼的绕过去 但安全只是相对 陆凡穿行在七级的聚角林中间 他只能心中祈祷不要出什么妖蛾子 可下一命 他就踩中一只青蛙 陆凡知道糟了 顿时就有无数只聚角林盯着他 其中一直发出愤怒的声音 陆凡只能带着他们展开一场马拉松 他在前面撒鸭子的跑着 突然他摔了出去 转头一看 他又踩到一只青蛙 陆凡内心很是憋屈 没有聋得他连胆小的聚角林都能欺负他 现在的他很清楚 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 那么他的下场就跟被他踩死的青蛙一样 与此同时 他发现已经到了藏宝地点 这让他兴奋不已 净生机会就摆在眼前 他必须抓住 当他偷口石凤向里看时 只见一枚龙弹静静地躺在那里 看样子里面的幼龙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 忽然 一阵响动从背后传来 陆凡急忙拿起新手武器 他转身就是一刀 却被弑血灰狐一口咬住 这也顿时激起了他的胸性 陆凡发火加个鸡飞 通过细腿为止 弑血灰狐有个三连爪和弑血回复的技能 还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不过骨皮可是材料猎人的最爱 值八十龙帝 可惜现在的陆凡没有应对的技能 而身后的龙弹慢慢地开始裂开 现在只能拖延到幼龙破壳使用玉龙术 他想法很好 但是血灰狐的速度太快 他可能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只是一个照明 陆凡手上就多了三道爪痕 他知道不能让他使出是血灰狐 必须在三连爪时解决他 紧接着灰狐的右爪再次与他短兵相接 赤血灰狐直接借用他的兵器为跳舞 使出第三转 陆凡知道时机成熟了 快准狠地插在他的后颈上 系统也在此时提示 击杀灰狐 经验增加120 陆凡也喘了口气 终于干掉了 与此同时 背后传来一道阴侧侧的声音 嘿嘿嘿 确实干掉他了 小哥真厉害 陆凡握解了拳头 这帮人还真是阴魂不散 但他不得不稳住他们 你们跟踪我 我说过是不会加入你们 小帅哥不必如此紧张 你可是欺骗了我吗 明明不是召唤师 不然也不会伤成这样 你怎么不用技能呢 陆凡一脚将是血灰不踢向他们 想以此破财免灾 让他们不要再缠着他 但他显然低估了他们的贪婪 哈哈哈哈 小哥你可真有意思 想用八十龙帝打了我们 小哥这是打算给我们打多少连弓啊 而且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 陆凡知道他们也发现了龙带 两人不由分说地包抄向他 一踩壮汉一击将他的武器打飞 他人也跟着摔出十米 女人也趁机将刀架在他脖子上 只是这个姿势怎么看 都有点让人羡慕 嘻嘻嘻 小哥也太小看我们材料猎人 对宝贝的嗅嘴了 这时弥彩壮汉已经将龙蛋爆了出来 陆凡暗不糟糕 独眼龙觉得宝贝已经到水 让女人送陆凡上路 太遗憾了 小帅哥 我们要说永迭了 陆凡此时想的确实龙蛋 是他唯一翻身的机会 绝不能让他们拿走 只听搜的一声 龙蛋里面飞出一个黑影 看着空中长有双翅的怪物 尼采男两人惊呆了 陆凡也是瞪大了双眼 那就是他要找的龙 幼龙一个俯虫飞向尼采壮汉两人 独眼龙试图扔出一个东西将他赶走 哪知幼龙只是一个侧身轻松的 尼采壮汉也是勇猛 他要让幼龙尝上铁拳的胃口 幼龙张伙发出一声 一阵戒连不断的骨骼声响起 独眼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尼采壮汉被知己 紧接着幼龙又盯上了他 直吓得他要找妈妈 陆凡也终于知道以前没有御龙试了 即使是刚出生的幼龙都强大到让人绝望 语人闻言大惊 当说什么 这居然是颗龙袋 随着一片衣角飘起 独眼龙也领了盒饭 幼龙则捡起地上的蛋壳开始吃了起来 好似刚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事 女人颤颤巍巍巍地拿着武器对着他 陆凡趁机一把将女人推了 材料猎人的嗅觉也太迟钝了 想抢走本白属于我的龙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幼龙见陆凡静止冲向他 顿时一连猛逼 只见陆凡五指一张 直接施展出御龙术 幼龙发出一声疑惑的号叫 你究竟是谁 哈哈 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不是什么召唤师 我是御龙师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黑龙已契约完成 以解锁龙爪 龙牙机 龙之鼓舞三个技能 女人见大势一圈 立马囚牢起来 放 放过我吧 我不知道那是颗龙蛋 卑劣的材料猎人 你们谋害过多少人呢 一队人就要整整齐齐 以下去陪他们吧 女人在不甘中血洒当场 陆凡也坐下来包扎受伤的手臂 好在这次目的完美打场 只是真不敢相信 他直接将幼龙举起来转圈 想象着自己威风凛领御龙俯瞰众生的一天 刚出生就这么强 升级后又有多强 御龙是摆脱最弱职业指日可待 不过该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好 小梅球 黑金刚 不行不行 那就叫 等等 你在弄啥呢 只见幼龙对着他的伤口舔了一口 下一秒 幼龙全身就腾起血雾 陆凡也被弹开 随着血雾的消散 一个头伸双脚尖耳朵 长有尾巴的长腿欲解出现 陆凡都看猛了 这是怎么回事 男人是最弱职业者 却契约了一个颜值报表的长腿欲解 公子逆袭为王 紧十级就秒杀25级的三头血尸 更变态的是幼龙只有一级 而他的龙之鼓舞增益效果 比专业牧师更变态 不仅可以强化自身和龙虫 30%的全属性和攻击力增足 才让人绝望 最让陆凡震惊的是 黑龙竟然可以变成人形态 一切都和他的预想一样 契约了龙族 所有的技能都解锁了 龙之鼓舞自然不必说 龙牙基本就是高攻击 龙爪更是可以幻化出麒麟臂 能打出龙虫的伤害 现在的他感觉已经彻底站起来了 黑龙虽然刚出生 但他的全属性都能碾压 二十级的人类高手 各种能力更是逆天 简直就是攻防一体的六边形战士 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 那就是与龙虫血脉相通 这让他的各项属性值直接翻倍 不愧是三大隐藏职业 再强的隐藏职业在龙族面前都是弟弟 毫无疑问 玉龙师是最强隐藏职业 虽说他化成了人形 但龙的习性依旧没有改变 但是该取个什么名字好了 出生在一个黎明前的业 那就叫小燕 没想他很喜欢 陆凡宠溺的摸了摸他的头 问他是不是饿了 陆凡觉得该去给他猎杀一些野怪当正餐 且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 大考即将临近 得将重心放在刷怪升级上 以前想都不敢想南省状元和龙国最高学校 现在却措手可得 就算如此自己也不能懈怠 这些只是起点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熟悉技能 小燕 我们去山石平原猎兽吧 那里有比蛋壳更好吃的怪物 他们才到平原 一群猎狗就扑了上来 这是比试血灰狐更危险更难缠的怪物 不过那都是过去式 现在的山石平原 对于狱龙师和他的龙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危险 现在的自己已经可以俯瞰他们 小燕率先忍不住冲了出去 俯瞰着群狼 摆出一个攻击的架势 一招龙岩猎猎 大片的猎狗体验了一把女分 只是这波攻击 大量的经验让他们收到手软 这也让陆凡尝到了甜头 想要获得更多经验升级 就得去猎杀精英怪 陆凡让小燕别管那些小喽啰 远处有个大惊艳包在等待他们 只见一头六眼喷火的三头血势正盯着他们 这是一只二术语级的精英首领怪 干掉他陆凡和小燕肯定能升很多级 这可是需要一个同级小队才能硬钢的怪 陆凡直接带着小燕上 三头狮子一天长啸 只是瞬间空中就出现一个火球 陆凡立马分数小燕配合他打断三头狮子的技能 只见小燕紧握龙拳 陆凡好似准备施斩蛤蟆弓 接着跃入空中 手握匕首 一招巨鳄强袭 直接一口咬住中间的狮子头 成功地打断三重烈焰技能 陆凡的龙牙击也击中另一个头颅 这是将龙器灌注在武器上的最强一击 只听一声巨鲜 三头狮子彻底攀软在地上 就此领了盒饭 陆凡连升三级到了十四级 飞龙小叶更是夸张 直接升到了九级 与此同时 新一天的藏宝图已到长 只是不知道里面会是御龙师的什么东西 一人一龙继续出发 山市平原深处 三人进退两难 只因他们要进的秘境需要五人才能开启 教格书的男人建议让一人回去摇人 作为速度最快的踩而直接拒绝 只因一来一回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 而随机刷新的机缘秘境存在的时间只有二十四小时 法师美少女也只能叹口气 一天时间黄花菜都凉了 他们能否等待外人 又会不会就是陆凡要去的藏宝地 陆凡又会不会与美少女擦出爱的火花 教化为了占有男孩 总喜欢穿短裙 还豪气地说每个月给男孩十万的零花钱 可男孩对此一点都不稀罕 所有人都认为男孩是在装清高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男孩已经今非昔 虽说校花是江海市首富秦家的千金大小 但男孩还是想靠自己努力一下 毕竟他太年轻了 就在晴秋几人准备杀鱼而归时 一阵意想让几人都做出战斗姿态 陆凡让他们不要紧张 自己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俄书看他脏兮兮 说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 原来他误以为陆凡是材料猎人 但晴秋却制止了他 还邀请陆凡一起暂时组队进入机缘秘境 进队后什么都不用做 报首是十万伦币 陆凡文言顿时来了兴趣 秦家能花如此代价进入机缘秘境 看来里面的东西很是了不得 晴秋以为他不信 再次强调他只是凑人数 进去后什么都不用干 俄书也在一旁帮腔道 小伙子快跟上 这种好事可不是随便就能遇上 哪知陆凡直接拒绝 开玩笑 十万虽说不舍 但对机缘秘境来说不值一提 他提出可以按照合作规矩来 已是说以实力表现来分配奖励 没错 这差点把晴秋的CPU都干烧起来 他们几人的平均等级在二十级左右 而陆凡看起来比他还弱 他这是自信的还是妄自尊大 先不管了 进机缘秘境才是正式 晴秋同意了陆凡的合作 先前答应的十万龙币照顾 陆凡见他如此诚意 爽快的答应 新队伍直接出发 陆凡跟在后面 现在是荒郊野外 小叶还是先不暴露为好 关键时刻也能当个杀手姐 穿过传送门 几人顺利进去入秘境 这是个二十级的秘境 困难等级 几人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里太安静了 空气也很沉重 丝毫感受不到生命的痕迹 何叔一脸凝重 小子 你不会连兵器都没有吧 陆凡呵呵一笑 直接从一空间 照出一把龙鳞刀 这可是于龙狮和龙血战士的 专属武器 品质更是史诗级 这是从新藏宝地点搞到的 格书不愧是老江湖 一眼就看出 他手里的刀不是反品 突然 弟弟伸出一只干枯的手 竟是十五级的腐败僵尸 一个叫小贾的二十级骑士 直接挡在格书身前 获得喘息的格书 与彩儿也改好攻击的姿势 几人的配合行云流水 瞬间大杀四方 格书是二十八级战士 彩儿则是二十三级前行者 陆凡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组合很棒 行秋直接化身雷电女神 周身环绕着金色的电光 谁知他一开口喊的竟然是 圣光星女 这个技能一天之处在于 他不仅能攻击敌方 还能治疗几方 没想到他是个隐藏职业的圣光法师 可以兼备攻击和治疗 当然了 现在的攻击比不上纯法师 治疗又比上墓师 陆凡没想到在这里 能遇到一个隐藏职业 他的职业对丧尸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忽然地面一阵晃动 这是更高级的精英怪出动 听声音数量还不少 接着大量的二十级鲜血丧尸 从地底爬出 格书吩咐才而保护好陆凡和秦秋 让小甲和他一起冲锋 格书一个起跳 五十米的大砍刀 直接切在丧尸的肩膀上 小甲一剑捅穿了丧尸的肩膀 下一秒他就傻眼 拔不出来了 这可咋整 眼看丧尸的血肉 正在吞噬他的剑 接着就口吐尸毒 小甲直吓得哇哇大哭 怎么会这样 秦秋也是大惊 这可咋办 自己也解不了尸毒啊 但是牧师的活 无助的小甲 只能呼叫格书救命 格书也不行 直接一个野蛮冲撞 还不忘记让小甲松开武器 又让彩儿上前帮忙 陆凡却主动出击 不用麻烦他 让我来 这直接给两人看猛了 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拔刀枕 却撬动了女孩那颗冰封千年的心 这也让他对男孩的身份有了怀疑 难道他就是传言中 最近出现的隐藏职业御龙师 可御龙师不是最弱职业吗 看来传言不实 不过这样也好 他逃不出自己的手准心 秦家队伍才进入秘境 就舍损一员 关键时刻陆凡站了出来 格书觉得他疯了 让他快些后退 陆凡却给丧尸一刀封喉 格书等人直接震惊两年半 这攻击力高的离断 你到底多少级 刚转职的学生不可能这么厉害 我十四级 这可真没骗你 白山市平原是为了大考试炼 别怂了 我们还得继续前进 秦秋没想到陆凡和他竟是同届学生 十四级打出的伤害比二十八级的格书还高 与此同时 另一只丧尸准备偷袭他 还率先打在他跟前 陆凡的身影却比他更快 直接一击将丧尸打飞 不出意外丧尸直接卸菜 前排的空缺我来补卫 各位没问题吧 秦秋也在暗自猜测陆凡的身影 难道他就是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 最弱隐堂职业御龙师 陆凡走在前面 示意他们跟上 秦秋内心此时极不平静 又一只丧尸倒下 他们总算来到村子中心 小贾的状态越来越差 秦秋的职业根本无法解除尸毒 必须打败密集守卫传送门才会出现 被抓紧时间了 否则小贾不但会死在这里 还会变成丧尸 反而发现村子里没有守卫的踪迹 这很不对劲 忽然 格叔身后冒出大量的丧尸 孙大哥 小心你身后 说完直接晕倒在地 可丧尸不会给他们展现 对有友谊的时间 一只巨大的铁夫丧尸在这时出现 财而脱口而出 力尽守卫 丧尸发出怪详 嘴里嘟囔的要新鲜的血肉 陆凡让大家抓紧时间 要是他没猜错的话 是小贾的尸毒唤醒了铁夫丧尸 不快点干掉他的话 很可能会吸收融合小贾 格叔直接一招满月斩向他消去 然而一点用都没有 连痕迹都没有留下 陆凡见证有些慌了 如果诗毒会一直吸引铁夫丧尸 那就没有时间让他们慢慢攻击 话音刚落 他的龙灵剑 已经与铁夫丧尸的头颅来了的亲力接触 瞬间就将他头上的铁夫击碎 这也让他进入了铁夫状态 全身防御和耐力都提升了40% 要想击败他还得再来两刀 但想要更快的话 得使用龙血卡 铁夫丧尸也没闲着 直接给自己的技能充能 小贾的状态也越来越差 陆凡大喝一声 秦秋 用你的神圣系法术配合我 龙血卡化的效果就是很炸裂 秦秋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法杖 圣光星雨与龙血卡化的第一次完美结合 将会打出怎样的伤害 我们拭目以待 那个表面一脸和蔼可亲的小姐姐 竟是一只凶神恶煞的院尸 陆凡也迎来升级后的第一次挑战 就在刚刚 陆凡与小女友秦秋使出组合剂 轻松地打碎了铁夫丧尸的外壳 露出一只巨大的星红眼球 几人再次震惊两秒半 格书断定陆凡绝对是隐藏职业 他在勤家多年 各色各样的天才都见过 却没有陆凡这么优秀的 面对露出本体的丧尸 陆凡直接扑了上去 吓得铁夫丧尸眼珠子都突出了 一声猛烈的撞击响起 陆凡一个帅气的着地 毕竟守卫被打倒 这比打碎铁夫丧尸的外壳 更加让人震撼 就没见过这么强大的技能 轻而易举的就干掉了二十级的boss 陆凡究竟是个什么怪物 铁夫丧尸的遗物是一个宝箱 陆同学 我们按照约定来分配 之前大家并不熟悉 是我们唐突了 你小子绝对有单通秘境的能力 倒是我们来凑数了 格书过奖 那就请同学来分配了 几人都有些期待 可打开后他们有些失望 这也太寒酸了 二十级的机缘秘境就这点奖励 打死他们都不行 格书 快递给小贾喝下解毒药剂 接着将陆凡的战利品递给他 不愧是秦家人 果然狠守规矩 可传送门并没有出现 采儿提议大家四处找找 却被陆凡阻止 让他们不要乱动 因为系统提示他 铁夫丧尸并不是最终boss 为何这么说 有什么新发现 格书 作为圣光法师 我们感受到一股黑暗的力量 与此同时 远处的湖面开始冒靠 几人根据秦秋的感知向湖面靠近 此时湖底有个巨大的飞影 跟章鱼似的 突然他的触手上 睁开无数血红的眼睛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团葬诈尸了 陆凡也感知到了 他要来了 只见无数的触手伸出湖面 几人在他面前犹如小蚂蚁 陆凡说的不错 这应该是最终boss 大家躲到掩体后面 怪物一只触手拍在格书箭上 另一只手拍在格书胸膛上 只是一个照明 格书就变成人形大炮 而另外两条触手 则招呼向我们的蒙妹子行秋 眼看就要被捉去当压债夫人 蒙妹子都已经任命 千军一发之计 陆凡直接使出洪荒之力 爆发出三百八十麦的速度 一个公主抱将小女友掳走 小女友还在惊恐与害羞之间徘徊 响当一声 两人砸在地上 踩而几人急忙上前问东问西 突然 后面流水声响起 怪物也慢慢露出真容 体型上对比 怎么看他们都没有胜存 只见触手中间镶嵌着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子 双手被铁链牢牢锁住 这就是困难级别的最终Boss 25级的哀痛院尸 360度无死角的超级怪物 来了来了 陆凡终于召唤出了巨龙 却让格叔等人震惊了两秒半 行秋也终于百分百的 确定了陆凡的身份 就在刚刚 几人面对真正的Boss 只是一个回合 就让他们感到绝望 刚恢复的小甲 也不得不站出来打配 但面对哀痛院尸的拒绝 格叔让他不要逞强 他们负责拉仇恨 攻击靠武 要解决这只丧尸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干掉他的本体 就在这时 他张保护向我 无数的湿气散发出来 我们的全属性 瞬间降了百分之二十 与此同时 他的一只触手拍向我 好在我身体灵魂 完美地躲开了 这一举动也让院士 彻底震怒 吓得晴秋急忙出言提醒我 院士竟然挥动着 手中的铁链向我抽来 我也暗呼糟糕 看他那来势汹汹的样子 格叔等人都下场 其他几人都有防御 就秦秋张大嘴 傻愣愣地站着 院士的另一只举爪 再次向我袭来 还好彩射出的母后发先驱 此刻我也意识到 再这么硬扛下去 他们迟早会死在这里 我借助铁链的微跳 准备发动龙牙击 虽说威力巨大 但也只是斩断了院士一条触手 接着两条铁链就向我抽来 我不得不施展出龙血砍化 铁链瞬间被崩碎 这波再次让众人震撼不已 格叔说这不是我们能对准 让暂时撤退 秦秋表示不能再拖我后退 让我遇醒 我让他们先撤到村中 我留下断后 秦秋还想说什么 我让他们快撤 采儿知道留下帮不上什么忙 劝说秦秋撤离 没有脱油瓶的存在 我准备召唤出小叶 有了小叶的佩服 我相信哀痛院士还不够小叶胆 小叶 可以出来活动活动 小叶才一出现 整个秘境都开始颤动 格叔等人也听到了龙银声 陆凡这小子竟然召唤了巨龙 小叶只是施展了一个巨恶强袭 院士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 相应的还有一半的触手 这一下的疼痛都让他的身体扭曲到变形 小叶又是一招龙转 院士发出一声惨叫 直接掉回了葫芦 格叔等人又一次被震撼 仅仅两招 最终Boss就被肢解了 没想到能亲眼看到巨龙 陆凡果然就是那个传言中的 最强隐藏职业御龙师 燃爆了燃爆了 黑龙小叶只是一个吐息 就打出天灾及伤害 随后变成一个暴力小活力 勤求顿绝危机感大增 醋印横生 钢铁直男的陆凡还安慰他 让不要担心 毕竟Boss已经解决了 他们很快就能拿到奖励离开这里 彩儿都为他这情商着急 俩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 原来 院士是三百年前 在教会的庇护下长大了 他活泼开朗乐于助人 还主动扶老奶奶过马路 直到一场瘟疫出现 他的人生开始改变 为了拯救大家 他毅然决然地转职成了黑暗女巫 并好心地召来亡魂和大家告别 这却触犯了众人的逆龄 都将矛头指向他 教会更是说灾难是他带来的 于是用铁链将他锁死沉湖平息众目 女巫想不通 明明是他 那些人才能与家人见最后一面 而关爱他长大的教会 竟然把他推出来当替死 他很不甘心 发誓要报仇 众人感到是 发现陆凡正与黑龙亲密互动 他们都认为这下可以离开逆境 陆凡剑传送门并未出现 那就意味着Boss还潇洒活着 下一秒 无面就开始咕噜咕噜地冒号 巨大的水浪冲天而起 院士浮出水面仰天长笑 为什么 为什么 众人都做好战斗的准备 只见院士脚下是一个巨大的水剧 他竟然开启了第二阶段 全属性都翻倍提高 见此一幕 彩儿的身体不争气地开始颤抖 院士说他们今天都要死 谁都别想逃 接着就弹出几个水龙蛋 黑龙直接展开翅膀挡住 但彩儿就没那么幸运了 直接中招 惊得晴秋大喊 在格书与彩儿的默契配合下 彩儿成功脱险 晴秋再次打起退堂 要知道就不来这秘境 是他害了大家都到这一步了 你打算放弃吗 晴秋说只有他有魔法伤害 但就他那点攻击 给院士脑痒痒还差不多 陆凡 现在Boss免疫所有的物理伤害 难道你还会魔法攻击 陆凡眼里闪过一丝脚下 我不会 但是我的龙宠贵 这话并没有能给大家信心 只因等级相差太大 院士再次凝聚出一只巨型水水 陆凡五指一握 龙的属性可不是人能比拟 黑龙翅膀一抽 巨手再次被打散 陆凡也是有提气 更何况在美女面前 小夜 熔岩烈焰 院士瞬间被火焰吞没 几人呆呆地看着 这完全就是单方面碾压 这哪是攻击 完全就是天灾 院士在不甘中落幕 但死前却复活了所有的丧尸 紧接着传送门就出现了 小夜的等级也升到了十级 陆凡则升到了十五级 格书几人的表情不一 与此同时 他们听到了一群丧尸的声音 村里的丧尸真的不 小夜直接飞入空中 小嘴一张 一口容器 丧尸们就消失了 格书没想到黑龙 变成了一个性感火辣的小姐姐 他们之前要奋力砍杀的丧尸 还扛不住他吹一口气 陆凡说他就是黑龙 对付这些丧尸 就跟闹着玩一样 还安慰晴秋不要紧张 分配完战利品 他们就离开 看规矩 先来 没问题了 翻宣了 翻宣了 秦秋竟然主动向陆凡求婚 更炸裂的是 陆凡的小姨迎来了二准 还是隐藏职业附魔烹饪师 最最惊掉人下巴的还是 棒棒国公主要收陆凡做奴斗 就在刚刚 陆凡打开宝箱后 先是精品武器圣光法杖 接着是精品法袍 而这两样都是圣光法师的专属装备 其次是稀有品质的iPhone戒指 但这些陆凡都没有要 而是挑选了一个转职卷种 他可以引导非隐藏职业 以低概率转职成当前职业的 尚未隐藏职业 这让秦秋无比惊讶 第一次有男生对他这么好 这让他翘脸没来由的一红 按照规矩 这些东西都应该是陆凡了 更何况要不是陆凡 他们都有可能死在这里 最终他又将戒指递给了陆凡 其他两样就当男朋友 给女朋友的舔狗精了 当陆凡回到家时 小姨一下扑到他怀里 他都害怕现在是在做梦 陆凡只能安慰他 签下不平等条约 表示自己以后不会了 随即温柔地给小姨擦去眼角的泪水 更让小姨震惊的是 看似可爱到爆的小叶 其实是一条巨龙 随即就问他饿不饿 小叶忍不住点头 陆凡则拿出转职卷种 说是在副本中得到 专门为小姨准备的 如果小姨转职成隐藏职业 就可以不用再开包子破 小姨却拒绝 表示太贵重 还不如把他卖了给陆凡 买把像样的武器 这样他的大考也能有更好的成绩 陆凡当即给他展示了自己的余额 小小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毫无人形 陆凡告诉他 这只是他卖材料的钱 而且秦秋还答应给他十万报酬 小姨 相信我 我们以后不会再为钱发愁了 陆凡让小姨最好 现在将转职卷轴用了 小姨也看到了陆凡的超能力 才一打开卷轴 一到夺目的光芒 就从里面蹦射而出 小姨就如喝了十瓶假酒一样陶醉 陆凡急忙问他成功没译 小姨也算欧皇附体这么低的概率 他竟然转职成了附魔烹饪师 可以做出各种加成食物 这简直就是个移动的奶妈间资源宝 此时小姨也已经躺在厨房呼呼大睡 周围还散落着没吃完的包子 画面一转 秦家别墅内 秦秋正坐在毫无人性的沙发上 讲述着陆凡的一切 同时他也很挫败 同样是隐藏职业 他连陆凡的一根脚趾口都比不上 龙的是你没和其他人说过吧 当然没有 回来的时候我就和陆凡约定好了 龙的是绝不会从秦家传出去 男人说他做得特别好 对龙垂涎的家伙可不少 秦秋突然站起来 爸 他救过大家的命 你该不会对他的龙有想法吧 秦山喊闻言笑了起来 真是你大不中流 你觉得我是那种人 倒是你 该怎么报答人家救命之恩 我答应给他一笔十万的酬劳 这样吧 你明天亲自登门 带张紫金卡送去 爸爸你不和我一起去吗 不想见见陆凡 如果可以 我也想去见见那个臭小子 不过 明天我有安排 棒棒的小公主来我们这留学 正好在我们江海市 毕竟我们生意上有合作 还是要去迎接一下他 不过大考宁静 他们来此的目的怕是不简单 没想到被他说中了 他们竟然来到陆凡小姨的包子里 小姨告诉他们今天打压 两人像是没叫养一样 自不自的说话 你确定是这里 你不会带我来到了垃圾场吧 属下调查的就是这里 接着男人一把将小姨推开闯了进去 魏本公主是来找人的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陆凡的御龙师 陆凡文声走下楼来 竟然有人找他 小萝莉对这个地方很是嫌弃 说这里的气味令人作误 陆凡见小姨气色不对 问他有没有事 你就是陆凡 本公主赏光专程来找你 陆凡文言一脸猛逼 什么公主母猪 还找我 男人说小萝莉是棒棒国的金珠小公主 她是护卫崔老六 本公主来赐你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里面竟是一枚龙蛋 怎么样 想要吧 只要你成为我的奴仆 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不得违抗 答应了这枚龙蛋就是你 陆凡文言满脸大汗 这凑么棒棒真是越来越挑 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接网 这高高在上的异国公主 如今却跪在地上恳求做我的奴仆 我反手就给她一个大逼兜 就在刚刚 棒棒国的两人竟然拿出一颗假龙蛋来忽悠我做奴仆 要知道这可是连亚龙都比不上的垃圾 这让我与小姨都一脸猛逼 还一波公主 也是 就指甲盖那么大一点的小龙 平时都是偷别人文化的垃圾博度 能有好东西就奇怪了 两个二货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见我和小姨都没有反应 还以为我们没见过世面被震撼 要知道他们拿出的东西也就比陆凡家的鸡蛋好一点 陆凡不经宝图们都被惊到了 此时陆凡展示出了东方大国的气量 不想打击这两个乡巴佬 嗯 属性是挺不错的 可内心早已惊涛害浪 你们管这玩意叫龙 但看到小姨脸上还挂着汗珠 棒棒公主忍不住吐槽起来 这人真是没见识 还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吗 居然不知道龙蛋对御龙师的重要性 御龙师没有龙那就是废物 只要你成为我的奴仆 就能成为史上第一个御龙师 想想是不是很兴奋 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棒棒公主 准备将她打他走 我直接拒绝了她 实在不想和这种弱智说话 史上第一个 就这种假龙也配叫御龙师 历史上不知道出现了多少 无知的棒棒公主仍旧不死心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可是放弃了 成为史上第一个御龙师的机会 做我的奴仆有什么不好 说不定哪天我心情好了 还能宠幸你 陆凡见她越说越离子 赶紧打断她 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的话 那就请回吧 龙大我不需要 奴仆 呵呵你自己去当吧 此时狗腿子站了出来 还没有人敢这么对公主说话 公主是可怜你 才给你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进故事抬决 还出烟不训 陆凡闻烟一笑 你们她喵的真有意思 好别人家里一来就让人做奴仆 都什么年代了 要知道这里不是你们棒棒狗 这可是强大的龙国 不是你们这样阿猫阿狗 可以撒野的地方 棒棒公主闻言直接下令 崔红太 给我狠狠地教训她 她要是知道我连秘境过死 都打掉过的话 就不会这么冲动地出手 就在这时 小姨站出来阻止 却被催老狗一拳打飞 公主有令 散开 这让陆凡始料未及 急忙上前扶住她 关切之心一于掩柳 小姨 有没有伤到哪里 小姨说她没事 让她不要担心 区区平民还敢捂腻 高贵棒棒棒公主 敬酒不吃吃罚酒 收完轮起拳头再次砸了 陆凡却拨拦不惊 让小姨不要动 接着从空间抽出龙铃剑 小姨可是她现在唯一的逆灵 谁碰谁死 剑锋锁指必见血 崔老狗就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 只见此时的陆凡杀起龙腾 侮辱我可以 打我可以 但是 但是别碰我小姨 不然我只能送她去阎王那里喝茶 现在的她有那个底气 她相信整个龙国都会为她兜着 成为她最强的后盾 小姨急忙将她拉住 让她不要冲动 反观棒棒公主 却在骂崔老狗 你在干什么 我让你狠狠地教训她 崔老狗可不傻 从陆凡的气势判断出自己不是她对手 此时 陆凡直勾勾地盯着棒棒公主 就是这个贱女人下的令 不然小姨也不会挨打 二话不说 反手就是一巴掌 我不管你是哪国的公猪还是母猪 避上你的臭嘴 带上你的狗粒马骨 忽然死 不得不说崔老狗很敬业 再次提到向陆凡刺了 却被陆凡轻松挡住 陆凡只是稍微用力 就将她的刀抖飞 此时的棒棒公主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 紧接着就将所受的委屈化成一个大逼斗 直接打在崔老狗的脸上 你这个废物 要你有何用 你看本公主的脸都肿 现在就去给我打了她 就算再也找不到御龙师 我也要她死 本想放他们一马 看来是要让他们知道龙国男儿可不是孬肿 与此同时 秦秋打来的电话将小叶吵醒 陆凡这个禽兽 小叶为何在她床上 秦秋见没人接听 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男朋友的号码了 她明明记 陆凡发的定位就是在这里了 今天的她也是穿得比较幸福 毕竟第一次到男朋友家 总得给小姨留个好印象 旁边传来一声爆炸 按理说龙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不应该有恐怖袭击才对 只见崔老狗此时的样子很是狼狈 行人也才知道是外国人在闹事 此时的棒棒公主 还不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活 这里可不是她那小小的棒棒伯 看什么看 下等人都快点滚开 陆凡阴沉着脸走向两人 崔老狗早已经认识 公主 陆凡属性不低 属下不是她对手 废物 连一个龙国学生都打不过 接着露出邪恶一笑 那就让本公主来帮你 只见她举起法杖 紫黑色的灵气喷薄而出 陆凡一眼就看出这是个隐藏职业 看样子还是和秦秋截然相反的 应该是黑暗巫师 秦秋也在此时跑过来 满脸的担心 陆凡有点猛 小秋秋走过来 受到巫术诅咒的吹老狗发生了巨变 强大的气势吹得陆凡两人睁眼都困难 只见她此时双眼心不 身体变得巨大无比 全身都被灰色的灵力环绕 竟然变成了怪物 秦秋立马挡在陆凡面前 此时的她就是黑暗客星 正义的使者 她要代表光明审判 这个欺负她男朋友 陆凡见状很是意外 小秋秋何时变得这么有 男人怎么可能躲在女人背后 一把将她拉开 让她照顾好小姨 毕竟此时的催老狗 看起来已经失去了理智 如同野兽一般 砰的一声 花岗岩的地面顿时四分五裂 陆凡防御性的躲开 这攻击力比先前提升了 起码两个档次 看来得使用组合剂 龙之鼓舞合龙爪手 地旁的棒棒公主 顿时又指高气昂起来 对 就这样 把她打了才能 解本公主的心头之恨 此时的催老狗 如同无敌战神 有了公主的增浮 可她话还没说完 小夜就破窗而出 这让催老狗猝不及防 我妈呀 自己看到什么 一条画形的巨龙 这下完了吗 棒棒公主也好不到哪去 瞳孔都无限放大 说话都结巴起了 巨巨巨龙 小夜此时很是生气 竟然有人来找事 还想让主人做奴仆 那她不就奴仆的奴仆 巨龙不需要面子 一个小小的巫师 好大的口气 紧接着直接化为本体 看巨龙抓手 什么宫中母猪 在巨龙面前都是渣渣 更何况一个 弹丸小国的村长女 当黑暗巫师遇上光明法师 两个隐藏职业 究竟谁更胜一筹 一个是本地主皇帝千金 另一个也是弹丸小国宫主 为了获得陆凡的使用权 两女展开激烈决战 就在刚刚 见到巨龙的金珠彻底傻 陆凡促着她 她已经对这个贱女人 失去了兴趣 前后陆凡又是一巴掌 抽了过去 这一耳光 是打你敢纵容手下 对我小姨动手 别说你是棒棒国小公主 就是牛魔王来了 别得把地跟完再走 小姨见这一巴掌 是为了自己而打 心中难免有些感动 但同时也有些担忧 毕竟对方是一国公主 金珠此时已经没了脾气 内心无比的恐惧 小叶带给她的威压 实在太大了 就在陆凡准备 再来一巴掌时 一个声音阻止了她 白鹰可是高阶凶兽 能将她驯服的骑马 都是三转骑士 小叶见与凶兽快速靠近 顿时张大了嘴 龙岩烈焰已经在口中酝酿 与此同时 秦秋文声从店铺里走了出来 见识过小叶大招的 她深知这招的可怕 急忙出声阻止 只因来人正是她的父亲 秦山海也是第一次见到巨龙 心中无比的震撼 更让她意外的是 脚下的白鹰身子都在颤抖 明显是惧怕远处的巨龙 陆凡文言让小叶先别动手 她也想看看秦山海 会如何处理此事 秦山海此时也有点头疼 作为江海式的一把手 还算来得及时 但看棒棒公主 和崔红泰的惨状 她让陆凡先将巨龙收起来 毕竟有龙这件事 故意太张扬 秦秋也在一旁帮枪 你就相信我爸爸吧 他肯定不会害你 陆凡见秦秋如此说 只好赵左 他对小女友还是比较信任的 看陆凡如此配合 秦山海很吃欣慰 接着转头看向荆珠 荆公主你还好吧 我一会命人送你到医院去 荆珠此时仍旧惊魂未定 以为秦山海和陆凡是一股 吓得连连后退 别说女人直觉真准 就在这时 几辆豪舌出现 来人是棒棒国这次的负责人 也是崔红泰的亲哥哥 他率先看到的 就是弟弟的残养 公主什么的早就抛之脑后 但转头一看 差点吓出墙 此时的荆珠也好不到哪去 一副丢了魂的样子 一边脸肿的跟屁股似的 崔秘书是又急又怒 让牧师赶紧治疗 看到崔秘书 金珠紧绷的心弦才松了下 顿时晕了过去 秦氏是 这是你必须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没想到这个淡丸的小伯的狗恶人先告状 不问青红皂白就问罪 秦山海也是有脾气 崔秘书请围吧 此时我会先调查清楚 等有结果的自会严肃处理 见秦山海没有抓人的意思 他忍不住又出言提醒 既然凶手就在这里 为何不抓起来交给我们处理 秦山海呵呵一笑 我想崔秘书还是先把你们公主送到医院吧 至于我龙国的人有没有犯错 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 碰面了碰面了 秦秋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终于见面了 没想到翁婿之间的画面如此和谐 但秦山海提出一个条件 想要娶她的女孩 起码也得考个男省状 这就是操碎了新的老父亲 就在刚刚 棒棒国公主第一次见到了巨龙 惊恐之色异于眼饼 吓得急忙躲到崔老六身后 小叶见状龙口一张 直接一爪拍在崔老六身上 地面顿时碎石翻飞 金珠也被阵飞出去 他不敢相信 仅仅普通一种 崔老六就只剩下一口气 口中还喊公主救命 金珠此时也很熬 立马没有脑子地举起法杖施展技能 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脑子 下一步 小叶就教他做人 嚎笑一声就将他的技能打断 而此时崔老六正在小叶的巨爪下鼓鼓挣扎 紧接着像垃圾一样将他扔住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蔑视 半死不活的崔老六趴在金珠面前 不断地说对不起 金珠没想到世上除了他家 还有别的龙蛋 咱们也别怪他没见识 毕竟算是一个乡村公主 此时陆凡带着小叶 杀气腾腾地走向他 金珠公主 你不是要杀了我才解气吗 这直接给金珠吓尿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梨花带泪地哭诉道 你别怪 你不但打伤了我的侍从 还羞辱我威胁我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可是棒棒国公主 要说这女人还真是没脑子 都这个时候还想以施压人 她可能忘了 这里是龙国 不是她的山大拉 陆凡直接不想和这种 凶大无脑的人说话 直接抽出龙铃剑 指示着他 指使手下对我小一出手 我不管你是什么公主女主 就是神明来了也得加倍奉害 小叶更是凝聚了一枚火球 看样子是要来个神魂俱灭 此休的一生 陆凡已经扬起了龙铃剑 难道是要给他来个死无全尸 千钧一发之际 宫中传来一个声音 陆凡 手下留情 来人竟是准跃付秦山海 只见他坐在一只巨大的鹰上 这出场虽不及陆凡的巨龙 但也是逼格拉买 秦秋见状一惊 把 威胁 小叶 不要了 他可是见识过小叶吐息的威力 陆凡直接斩断了金珠的法杖 小叶 停手吧 只见小叶嘴巴一闭 火球瞬间消失 秦山海也松了一口气 接着从鹰被一跃而下 看着巨鹰一脸紧张 不愧是巨龙 光靠近都能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陆凡 周围有不少居民 还是先将巨龙收起来吧 秦秋也在一旁帮腔 陆凡 你就按爸爸说的半个 请相信我们 陆凡忍不住瞥了他一眼 随即吩咐小叶 只听一声龙吟 小叶顿时变成了一个女孩 秦山海也才有时间关心棒棒公主 金公主你还好吧 我刚才去机场接你 没想到你在这里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秦秋也拉着陆凡的胳膊让跟他走 秦山海接着露出一个礼貌的笑容 秦家司机马上就来接你去医院 小姨告诉陆凡 说秦秋父亲可能认识那位公主 然后就打了电话 也许这样就能解决冲 但陆凡的直觉告诉他 那个狗屁公主不会善罢甘休 此时秦山海也走过来 陆凡你可真是扔给我一个烂摊子了 大致情况我已经了解 陆凡先是说了声抱歉 随即又表示此事与他无关 严格来说他也是受害者 秦先生 小凡这是会如何处理 秦山海掏出一支烟 对方毕竟是棒棒公主 我已经派人将他们送去医院 毕竟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这荆家在棒棒国有些话语权 还涉足商业 小姨文言有些担忧 陆凡则一脸不服气 就算是这样又如何 别忘了这里是龙国 而且只有站着的龙国人 没有跪着的汉奸 秦山海文言哈哈一笑 轻轻拍了拍这个准女婿的肩膀 好样子 有节气 你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让你全身而退 但是我有个条件 陆凡文言一惊 什么条件 很简单 大考试炼中拿到南省壮主 当然全国的更好 那个棒棒公主 我会暂时将她按住 直到你参加完大考 秦秋文言都替陆凡赶了压力 要知道整个南省天才无数 秦山海也告诉她 有些特权是靠自己争取的 国家需要看到你的价值 陆凡毕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 此时的棒棒公主再次抓狂 知道秦山海只是和陆凡聊聊天后 她要家族给龙国高层施压 她要陆凡必须死 画面一准 大考正式开始 操场上聚集了很多学生 大家都在商量一会如何阻罪 而陆凡的出现引起一阵骚动 都成废物了还来参加大考干什么 还是回家老老实实地去卖包子 陆凡文言都懒得理他们 一群楼以安置洪湖之至 此时校长让大家安静 宣布大考正式开始 安海使用了最简单的拔刀斩 却让观看的校长震惊 因为这是学生不该拥有的实力 看似陆凡只是普通的15级 属性实际上却是普通人的几倍 刚才还看不起他的一中校长 被啪啪打脸 唯独老岳父对他一脸期待 陆凡也没有让他失望 最后一个开始大考 却一跃升到排行榜第二 校长也才反应过来 顿时想到一种可能 自从陆凡升到15级后 手里已经攒了三张终极藏宝图 现在的他都有些看不上 不过根据系统提示 三张藏宝图可以合成一张高级藏宝图 正好可以在大考试链上用手 就在这时 地中海班主任找上了他 手里还拿着一块石头 说是来给他送传送石的 陆凡 老实相信你 未必比其他职业差 但考试危险很大 保命要紧 实在不行就用传送石退出 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陆凡嘴上答应 内心却开始弹算起来 组队的分数会分摊给队友 而他的目标最低也是南省第一 就在这时 秦秋带着闺蜜找上了他 这是要官宣的节奏吗 只见秦秋小脸没来由的一回 那个 陆凡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组队试炼 一旁的闺蜜闻言一脸猛逸 陆凡委婉地拒绝了他 但还是解释了一番 尽管如此 秦秋还是有去失落 看来自己与他组队的话 就是个脱油瓶 他的闺蜜想不通 秦秋为什么会邀请一个 最弱的职业组队 但秦秋告诉他 陆凡超级强 而且今年的南省状元一定是他 闺蜜明显不幸 认为他在瞎说 顿时想到一种可能 那就是我们的小说丘恋爱 陆凡通过传送门 踏入试炼秘境 此时里面早已人山人海 只见校长通过全息投影 出现在宫中 开始为考生们 介绍大考试炼规则 而大考难度分为四个等级 普通难度不会受致命伤 但得分比例很低 困难级别有真正的怪物 使用传送时退出可保留分数 这也是大多考生默选的难度 再高一级难度就是恐惧级 隐藏职业就是门槛 其他的进去就是送人头 而且里面的怪物异常凶物 不建议单挑 明面上最被看好的红武 就选择了恐惧难度 还扬言这次第一他包了 要知道他可是一中的第一高手 还是一名能扛能打气功师 秦秋觉得他们也该进去 看着大屏中红武的表现 一中的校长笑出了诸声 他也觉得今年的南省状元是红武 此时校长有些失落 要是陆凡是其他隐藏职业 未必不能与那红武争锋 秦山海见状嘴角一样 各位校长 我倒看好一名学生 这次第一名说不定是他 哦 秦先生是指谁 陆凡 三中的御龙师 这个名字让校长大胆意外 此时别的同学已经开始试炼 陆凡却站在原地未动 难道气讨 三中地中海校长文言 直接笑出了诸声 秦先生 你就别开玩笑了 御龙师有什么好期待 看看我们一中的红武 已经排到第一了 等下一刻 校长就冷汗直冒 等等 他不是要气讨 而是在等噩梦级的传送门 要知道噩梦难度有进无出 他们都觉得陆凡疯了 都想阻止他进入 陆凡则直接启动了传送石 刷的一声消失在空中 校长还记得上个进噩梦难度 还是八年前 那名考生死的老惨 一中校长觉得这就是胡闹 这小子没信 看来秦先生看人的眼光有待提高啊 秦山海也不生气 各位校长 现在下结论还太紧 不如我的看看再做推断 校长想不通 为何秦山海那么看好陆凡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发面一种 陆凡已经来到试炼一层 这里满是荆棘 陆凡发现四周至少藏有十只怪物 他第一时间拿出龙龄剑 而一层的怪物是十级的黑棕狼 嗷呜一声 他们直接扑向陆凡 陆凡眼神坚定的握住龙龄剑 今天他要一名惊人 龙牙鸡直接发动 仅用一招 他就通关了噩梦及难度一层 一中地中海校长直接站起身 直呼不可能 地中海的表情让秦山海很是满意 让你老小子了 好戏还在后头来 陆凡的战宠黑龙再次迎来史诗级加强 看起来牛轰轰的暗黑祭祀被一招救人 这也是众人第一次见到龙 表情那是相当精彩 刚才还一副天王老子来了 也阻挡不了他带走陆凡的决心 但现在他彻底震惊了 因为御龙师成长起来 足以一人推平一搏 作为秦山海的同学 那可是不被一眼情面 就在陆凡推平第一层后 本以为强大的龙国却被棒棒国拿捏了 竟派出特使来捉拿陆凡 两位校长还沉浸在陆凡的一击秒杀中 一个声音将他们拉回了现实 打扰 我是龙都特使前选 白此就是为了带走御龙师陆凡回去调查 那么他在哪里 此时陆凡正在查看合成的藏宝图地点 对外界的一切毫不知情 他没想到藏宝地点尽在一起 而宝藏竟是一本可以100%提升宠物的技能书 这简直就是为小叶量身打造的 正好小叶离开iPhone村后成长速度变慢 这被动技能加速成长技能书刚好适合他 画面一转 特使开始了他的表演 校长 陆凡作为你的学生 我需要你立刻终止他的考试 把他传送回 校长还想让特使给个面子 先让陆凡考完试 特使推了推进奖 你还没有那个资格 而且你也没法代替他接受惩罚 此时老岳父秦山海上来打圆场 老钱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借一步说话 哪知钱雄确议把将他拍开 还警告他不要躺护那个御龙师 小心引火烧身 金家和龙国高层的事不是他能插手 秦山海没想到高层这么软弱 这简直就是丧权辱国 没搞清楚来龙去脉就来抓人 钱雄再次开口让校长把人带过来 秦山海点了支烟 老钱 高层与金家的关系很复杂 但陆凡的秘密一旦公开 高层和金家都不再重要 我也把话料在这 今天谁也别想把陆凡带走 什么秘密 你这是在以下犯上 秦山海一把抓住他 就算以下犯上又如何 钱雄见状也有些挂不住 你的所作所为 我会如是会报给高层 但他想不通 老同学为何会为陆凡做到这一步 秦山海呵呵一笑 你难道不好奇吗 能让高层和金家都跳脚的陆凡 到底藏有什么秘密 钱雄闻言一惊 瞬间想到了很多客人 毕中校长告诉他 是没有看到刚才那种秒杀的场景 可下一秒 他们就瞪大了眼睛 因为一条剧图出现在了屏幕上 原来当陆凡来到两层门前时 他决定速战速决 直接开始召唤小叶 这可直接将外面观看的老艺术家们 震撼到一愣一愣 因为此时的黑龙太霸气了 虽然见过一次 但再次见到还是很震撼 工的一次 石门直接四分五裂 各位都看到了 这就是陆凡的秘密 此时的秦山海别提多骄傲 他就是历史上唯一有龙的御龙师 校长都结巴的说不出话来 他真的驯服了巨龙 接着就是陆凡和小叶的猎杀时刻 这里真的变成了怪物们的噩梦 这一幕再次震撼了他们 这就是巨龙的力量嘛 直接媲美三转之夜者 这也太可怕了 等级高后且不是能平催一搏 把同二层后的陆凡排名一跃成为第一 比分更是第二名的两倍 在黑龙小叶催哭拉朽的力量下 第三到十三层的怪物们 也体验到了什么叫噩梦 校长此时也发现了端倪 他猜测陆凡的每项属性值 起码都在一百以上 实际上确实如此 他就算不召唤黑龙 也能稳拿江海是第一 各时也是小刀拉屁股 开眼 他这才明白为何秦山海要立保陆凡 这就是未来的大佬了 锦上天花翼 雪中送太南 被这个老六抢先来 既然你已经明白了 那就请回吧 我已经将录制的视频发给老师了 他们的老师可是正备后途径 此时陆凡已经来到狮猎二十层 拦路的是暗黑祭祀 小叶只是一个土兮 这个技能不但能攻击敌方 还能同时治疗自己 在熊熊烈火中 陆凡成功通关二十层 小叶也升到十一级 而陆凡则到了十六级 此时他的比分足足是第二名的三倍 达到惊人的九万分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 他的目标可是荡平天梯塔 黑人连一层都通关不了的恶梦及富贵 陆凡却一口气 无伤平推五十层后感叹太简单 只因此时 黑龙解锁了第四个形态 客室觉得黑龙的力量 起码也在两千五百点以上 但他还是猜少 地中海校长文言大受震撼 这岂不是说 他们的力量在黑龙面前布置一体 与此同时 红武也通关了恐惧试炼第五十层 看样子是泪成了狗 还全身挂伤 他想不通 今天的怪物怎么这么变态 按惯例 这些怪物应该是七十层的实力才对 随即他就是 反正现在南省状元非他墨水 而唯一能和他竞争的秦秋还是组队 比分肯定不如他 校长肯定被我的表现折服了 现在就联系十大名校的负责人 准备录取我了 殊不知地中海校长根本就没有关注他 他们都被陆凡深深吸引 而此时陆凡的比分 也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二万度 足足是第二名红武的八倍 地中海校长都替红武干大 当然干大的也有他自己 这个陆凡怎么就不是我意中的学生 但武士层是历届南省状元的分水里 历届状元都栽在这里 就算陆凡过关 后面的速度也不会快多少 此时陆凡正在查看 小叶升级后的新技能 此时他已经拥有四种形态变化 就在这时空间发生震动 竟然从山里冒出一只怪怪 山间顿时被先飞 一下就出现三只山脉巨人 校长都为陆凡捏了把冷汗 这还怎么打 一旁的地中海校长也补充道 我就说嘛 这个武士层肯定会让陆凡 攀登天梯塔的速度慢下 此时山脉巨人已经向陆凡发起了攻击 在他们巨大的拳头下 陆凡看起来很是渺小 千军一发之际 黑龙一拳挥出挡了下来 陆凡露出邪魅一笑 既然现在的难度比前面提升了一半 那么就该试试黑龙的灭视者形态 一声龙银响起 山脉巨人被先飞 这让观看的校长一惊 不知道陆凡在准备着什么大招 紧接着小叶全身就泥漫血气 他爪子开始发生变化 变得更加坚硬 随后就是头部 带到变身完成 一个全新的钻石黑龙就出现 他的力量直接接近三千 接着又解锁了两个新的技能 大地碎裂跟蔑视咆哮 校长直接看上 什么 这条龙还可以变化战斗形态 就是一直都风轻云淡的秦山海也坐不住 御龙师比想象的更加可怕 与此同时 陆凡灵机一动 龙之鼓舞发动 黑龙的全属性和攻击力 再次提高百分之三十 小叶一个聚热的弹性 山脉巨人瞬间被打成了渣 地中海校长见状满头大汗 这攻击力也太离谱 校长得出的结论 就是这一击最低也有两千点力量 面对山脉巨人伸来俱手 陆凡一个侧身躲开 随后凝聚出龙肿 随即就发出一声剧烈的碰撞 老岳父又开始嘚子起来 老前 你是不是也在庆幸我阻止你带走他 面对山脉巨人的攻击 小叶后发先制 山脉巨人的四肢再次被打断 陆凡让小叶把最后一击留给自己 一龙一兽的配合妙道豪颠 小叶使出一招八十岁点 此时飞龙也升到十二级 陆凡也升到了十七级 五十层以后的难度 对他来说和先前没什么区别 他照样横推 通关五十层以后 他准备去往五十一层 秦山海灭了灭烟头 看来这个五十层对陆凡来说 也算不上分水岭 地中海校长第一次开始正视自己的错误 这龙比他想象的更加强大 前特使 已在龙都见多识广 能否看出这飞龙改变形态后力量有多强 老前摸了摸下 我见过一些大人物出手 以威力来对比的话 这条龙的力量属性最少在两千五百点以上 地中海校长大受打击 那岂不是说我们的等级在他面前布置一体 校长也是冷汉直茂 这和他预想的差不多 恐怕是只多不少 既然已经通过五十层 那么接下来恐怕是X下一模式 所谓的X下一模式就是五十层后 除了每层有大量的怪物外 都会有只Boss 这让试炼变得更加真实 而考生随时都会丧命 只不过噩梦级的天梯塔中 不管是X还是E 全都换成了噩梦难度的Boss 陆凡与黑龙一路过关斩将 仅用十分钟就达到了九十九层 眼看就要通关一百层创造新的历史 不曾想一个残破的王座挡在面前 更是有四名高达五十五级的无头骑士 要知道陆凡和小叶的等级加起来 也才三十几左右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通关的设置 地中海校长都眯起了眼睛 但校长却觉得陆凡很可能是 近千年来第一个通关一百层的考试 就在刚刚校长告诉特使 所谓的X下一 遇到的首领不止一致 更变态的是属性翻倍增加 秦山海呵呵一笑 这听起来确实很难 但他相信这些南部导准女婿 陆凡也没有让他失望 他卡到这边到了七十层 此时黑龙的等级已升到了十三级 陆凡则是十八级 一路过来 陆凡也发现难度越来越高 但是有蔑视者状态的小叶在 这大考直接不需要动脑 一路打过去就成 地中海校长早已经麻了 不足十分钟就推到二十层 这家伙是来旅游升级的吗 说实在的 今年的难度已经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次 他一度怀疑没有人能闯过八十层 现在看来是他想的太简单了 遇到陆凡这种变态妖精 所有的关卡都形同虚实 陆凡此时遇到的是一只沙虫 他直接使出龙血砍化 不出意外的沙虫直接毙命 此时他已经通关八十三层 他和小叶都在升一级 往年不少天才为了通关奖励 不断地逼迫自己接近极限 最终死在了大考试炼中 毕竟没有不贪婪的人 只差一步就能拿到大考终极奖励 谁又甘愿乖乖放弃 就在这时 客室吼了出来 快看 陆凡已经到九十九层了 此时的他看起来一脸悠闲 身上看不出任何伤势和疲惫 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空空的王座 王座上面还插了一顶剑 四周的蜡烛亮起 四具五十五级的无头骑士突然出现 更是附带五个技能 陆凡可是学霸 这个秘境的名气很大 来自破碎国度的无头骑士 所有秘境都有迹可寻 就像哀痛村秘境一样 破碎国度就是数百年前亡灵军团入侵 国王被杀所形成 此时无头骑士已经举起了他那十米长的板斧 是军者 当时 面对如此猛力的攻击 陆凡也不敢拖大 就是击中火力逐个击 可些他现在没有控制类技能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将四个一起干掉 无头骑士们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发动灭士贯穿 却被陆凡轻松倒下 现在的他也能正面与这些无头骑士搏杀 一个斩机作用在无头骑士身上 可他随即就发现不对劲 竟然斩一断 就这一下却触发了无头骑士的灭士反击 两把兵器再次碰撞在一起 陆凡对小叶下达攻击命令 轰了一声 无头骑士被正面击中 这种完美的配合 陆凡直夸小叶干的漂亮 就在这时 当被打倒的无头骑士再次复活 再次向陆凡发起了进攻 陆凡只能转身应战 就在他们僵持不下时 另外几具无头骑士也向他发起了进攻 轰的一声 所有攻击齐聚 好在陆凡完美的躲开 现在的他可不想将时间浪费在这里 一百层才是他的目标 小叶此时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火球 随着陆凡一声令令 巨大的火球向无头骑士们轰去 燃爆了燃爆 一百层竟然是要面对完整的破碎活动 但黑龙升级后又迎来第三形态 毁灭巨龙 一个大大便让汉子不可战胜 和五百亡灵大神瞬间全滅 四骑士也被瞬间秒杀 陆凡的积分一下飙升到98万 杀气腾腾的陆凡将直面最终过死亡灵大体 只要干掉他 陆凡将创造新的历史拿到最终奖励 就在刚刚 小叶的熔岩烈焰直接将四骑士烧成了灰烬 他们来到一百层 小叶再次升级 并解锁了新技能大改变 而陆凡也升到二十级 地中海校长再次被震撼 老岳父也好不到哪里去 看来今天 我们要见证历史了 校长也在猜测一百层的试炼到底是什么 但他估计怕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考生通过 陆凡直接拔下王座上的剑 下一秒 整个空间就开始溶解 他手中的剑也逐渐消失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百层 完整的破碎活动 五百家的亡灵军团 加上四骑士和蔑氏大帝 这难度简直前所畏 但陆凡却丝毫不慌 是时候见识一下毁灭巨龙和新技能了 最终奖励已经向他招手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期待的 陆凡剑指王座 小叶 切换到毁灭巨龙形态 伴随着水淋淋 熊熊的烈火缠绕在黑龙全身 黑龙的属性面板也发生了变化 精神属性飙到了离谱的七千二百多 校长已经不记得今天是第几次被陆凡震撼 整个人都骂了 没想到陆凡还有底牌 蔑氏大帝下令全军突击 收到命令的亡灵军团杀气腾腾的冲向他们 陆凡和小叶早也做好冲冲的准备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猎杀时刻 陆凡让小叶做好释放大招准备 随着他一声令下 小叶张开了聚嘴 滚滚的烈焰将亡灵军团包裹 地中海校长都吓傻 这尼玛是考生能掌控的技能 眼看亡灵军团就要全灭了 四骑士围杀向陆凡 陆凡一个单手称帝躲开 呼唤小叶来到他这里 黑龙犹如沙神一般再次咆哮一声 四骑士直接被吼死 难道说这一层试炼 还是不能试探出陆凡的真正实力 要知道今年是大考以来最难的一届 奖励肯定特别丰富 至少三件稀有品种打底 但这些都将是陆凡的 杂鱼都收拾干净 他相信烈士大帝已经洗干净脖子等他 挡爆了爽爆了 陆凡不但轻松通关一百层 终极奖励更是拿到手软 不仅有一本西游品质冰龙王技能书 和一枚西游品质戒指 更是爆出传说级批风 毫无疑问的南省状态 甚至是全国状态 校长更是断定百年内 他的成绩将无人超越 最最解气的还是郑北侯 将跪舔金家的龙国高层霸门 棒棒国要是再敢搞小动作 他将派施救团去问候一下他们 这才是龙国该有的风范 就在刚刚 灭世大帝还没装完杯 准确的说是还没说完一句话 陆凡和小叶就给他准备了大餐 双方都是杀气腾腾 才一个照面 灭世大帝就已经七分数了 小叶的万物坟禁不是盖的 灭世大帝急忙后撤两公里 谁特么才是灭世大帝啊 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力量变弱 竟是陆凡这个老六阴了他一把 直接发动了哀痛光环 气得他大骂陆凡不讲五个 既然灭世大帝已经七分数了 陆凡决定再给他加一把 直接命令小叶使用万物坟禁第二阶段 灭世大帝身上传出滋滋的声音 陆凡知道他已经十分数了 感谢神的赐予 他要开动了 呼唤一声 王座都被刺穿了 难道他觉得灭世大帝还不够数 串上让他再考一会 随即他们再次升级 陆凡没想到会这么简单 只能说他和小叶太变态 三十年无人通关的百层的记录被他破 老岳父再次被震撼到 通关后陆凡就想第一时间回家和小叶分享 更是惦记小叶做的财 小叶文言声表赞赌 接着就出现一个黄金宝箱 看来是大考中级奖励出现了 东西也没有让他失望 稀有品质的冰龙王群控技能书 原本要三十级二转才出现的群控技能提前出现 这简直不要太爽 接下来就是稀有品质的敏捷戒指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小叶不能受到效果加成 最后一件简直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 竟是传说极品质的披风 既有兵系减伤又有火系增伤 最主要的是小叶也能用上 陆凡这是要在开挂的路上越走越远的 接着他就开始传送出去 回家等着接膀就行 他才刚出现 校长就双眼放光的扑了上来 表示他就是学校的骄傲 学校名人墙上将永远挂着他的照片 地中海校长酸溜溜的开始拆台 你可真行 名人墙上不都是抵御凶兽入侵时战死的英雄吗 你这是在咒他呢 一边去 要咒也是咒你 陆凡可是破纪录的 未来前途不可估量 陆凡 虽然我早有准备 但你的表现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行书 条件我达成了 棒棒国公主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吧 哈哈你放心 老师应该快收到了 你现在该考虑的是该选哪一府大学 十大学府肯定挤破头来抢你 南省的富商们也会借机拉拢你 你可要留意他们的心思 而陆凡的最终分数也定格在129万 这个分数太逆天了 50年内肯定没人能破 画面一转 喝边看陆凡的视频 嘴里直呼畅款 也不知道是酒好喝 还是陆凡的视频好看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报告 找到证据了 接着恭恭敬敬地把资料呈上 表示秦山海的推断是正确的 龙都高层阮长风与金家有勾结 还批准棒棒公主刘雪和带走御龙师 闻 镇北侯屋只忍不住发脸 他没想到泱泱大国竟然出了一个汉奸 最讽刺的还是龙国高层 金家与阮长风表面维持两国关系 撕下去是金家的狗 呵呵呵 怪不得他会派特使去逮捕陆凡 咔嚓一声 酒瓶被他捏得粉碎 这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竟然甘愿当人的狗 简直犹辱国威 传令下去 即刻起 撤销阮长风一切职务和权力 龙都高层不再有他的威力 立刻执行 他要是有意义 让他来找我 至于棒棒国金家 他们要是再敢搞什么小动作 我不介意把施救团 拍到他们地盘上转转 还有 密切关注这个御龙师 选了哪所学府 第一时间通知校长 给陆凡最好的资源 龙国出了这样一个传奇少女 真是让人欢喜 有意思 有意思啊 等我任务完成了 必定要找他喝两杯 这小子可是跟红苗正 杀法果断 但是这个破任务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当棒棒公主 接到阮长风被撤之后 先是一惊 看来陆凡是动不了了 自己这顿都是白癌了 随后催老六说 他们又找到了另一个御龙师 魂子 棒棒公主露出邪恶一笑 看来他又要倒是了 他不相信每个人 都像陆凡一样铁骨睁睁 总会有像阮长风一样 摇尾起零的 抢人了抢人了 十大顶尖学府 齐聚老岳父家抢陆凡 秦秋终于上线 见面的瞬间就开始脸红 更是要拉着陆凡去说点悄悄话 当红五结束试炼出来时 此时他显得很是狼狈 但他还是很自信 恐惧达到了七十二层 为什么没有人来欢迎自己 更诡异的是 那边很吵呢 他还在幻想着地中海校长 跑过来夸奸他 这么高的分 状元非你莫属了 自己则谦虚的说 试炼发挥的一般般 可事情并没有像他预想的一样 没办法的 他只能主动找上地中海校长 校长却不前不淡的 和他打了个招呼 试炼已经完成了 只有八万九的分数 不知道状元选不选 校长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关系 你考的非常好 十大学府还是可以随便进 成绩固然重要 校长这是几个意思 考的还行 也就那样 但是不对啊 这么高的分数校长还看不上 那一定 一定是让我不要骄傲 校长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明白了 万分感谢校长您的苦心栽培 地中海校长知道他误会了 但也没说穿 很快就到了街榜日 看着家门口密密麻麻的送礼人群 陆凡和小姨都有些傻眼 还好有老岳父在一旁震着 只因大家都知道陆凡是男省状元 都想打点一下关系 小姨觉得外面不是说话的地方 急忙把秦山海迎进屋内 江海市直接给陆凡发了六千万奖金 但他的总分数保密 只是说他是壮业 而榜眼的成绩竟然有二十一万 老岳父告诉他 除了市里的奖励 校长也给了他一些好东西 首先是一本稀有品质的 蓝龙王咆哮技能书 这是一个雷属性的群控技能 效果那是相当牛叉 接着更是一瓶传说级雷霆药剂 这两样东西配合起来简直不得了 但这还不算晚 还有稀有品质的胸甲和靴子 一个增防 一个加速 就现在自己这身装备 大考学生中绝对找不出第二个 全患上的话属性接近刚破壳的小弟 二转法师才有的技能 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 校长真是太给力了 就在这时 秦秋闯了进来 表示十大学府已经在他家等候了 他来请陆凡一起过去 陆凡觉得他们速度是不是太快 才刚放榜 他们就到了 秦山海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 像陆凡这种绝世天才 来晚了可能连人都见不到 而且他们并不是放榜才来的 是看了他大考视频后就来了 秦山海悄悄告诉他 他的视频和成绩都被郑北侯要所保密 除了龙国十大学府和高层 其他人都没见过 毕竟像棒棒公主那样的人不少 也不是每个考生都像陆凡一样有骨气 他还转达了郑北侯特想见他的心情 陆凡也想当面感谢一下 帮自己解决麻烦的大佬 老岳父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只因郑北侯还在执行任务 让他不要着急 他们早晚会见的 接着秦秋掏出一张卡片递给陆凡 要是上次来就是为了送这东西 可惜被棒棒公主捣乱了 陆凡有些呆愣 说好的报酬不是十万吗 这紫金卡里可是有一千万 老岳父让他安心收下 这可是秦家的一片心意 而且晚上还要送他们去别墅去 要是紫金卡都收不下 怎么接收奖励的别墅 小一文言都惊呆了 还有别墅吗 接着秦秋拉着陆凡就跑 表示学府的负责人还等着 画面一转 青州市的一片森林内 棒棒公主又出现了 崔老狗还是忠心耿耿的跟着 看来是完全恢复了 御龙狮就是不一样 这么快就能对战三十级报道 竟是第二个御龙狮 也是南省的第二名 看样子他是贵了 而在他面前的是一只白狮 白毛跃入空中 看表情还是很霸气的 可惜已经贵了 再怎么霸气也是奴才 擦的一声 龙枪直接穿透白狮的身体 接着一个帅气的着地 而他的等级也升到了二十级 棒棒公主夸他表现不错 没有浪费他的龙袋 白毛连忙低头行李 没有让公主失望就好 你要像个废物一样我才失望 崔老六 你的这把龙枪以后就归他了 没意见吧 白毛果然是一条忠诚的狗 感谢公主 有了这把龙枪和假龙 我一定可以打败那个南省壮龙 不得不说他真是癞蛤蟆打哈钱 好大的口气 要是他知道陆凡能无伤灭掉 六十五级的亡灵国度的话 估计立马吓晕过去 陆凡哈口气都能将他吹死 棒棒公主还梦想着 第一名和第二名应该差不了多少 陆凡最多三十万分 他觉得打败陆凡日可待 棒棒公主告诉白毛 他要的不是打败陆凡 而是要杀了陆凡 还要抢了他的黑龙 只能说棒棒公主很无知 我会帮你成为史上最强的御龙师 你将成为我的奴仆 在棒棒国你将旨在我之下 惯人之上 关于陆凡 你可不要辜负我 公主放心 这是我的荣幸 我将永远是您的奴才 你比陆凡实相 我给了他一步登天的机会 可惜他不领行 崔红泰 你去调查一下 看陆凡会去哪做学府 要是这点小事你都办不好 那你就滚蛋 我一定要陆凡 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厚 讨厌棒棒公主的宝子们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觉得怎么处置他才解气 明明当年是个连初中 都考不上的学渣 如今风韵犹存的小姨 却收到顶尖大学 龙都学府的录取通知书 这一切都是陆凡的功劳 面对几大顶尖学府的争抢 陆凡选择了龙都学府 但他有个条件 那就是让觉醒隐藏职业的小姨 一起被录取 结结巴巴的说道 是我想 不 是我爸想问的 他让我和你最好抱同一所 以后也能有个照应 陆凡觉得这样也挺好 听说学府里团队很重要 而且他们也合作过 要组队的话 秦秋是首选 只是现在他也没想 好选哪所学府 一会出来再告诉他 秦秋却还是一脸担忧 他也不知道陆凡到底考了多少份 但如果再不追赶他 他们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秦秋表示自己会尽力 和他抱同一所大学 小小年纪就如此懂事 知道了长大后不好找 所以下手要趁早 陆凡扭头对他一笑 随即推门进去 入眼就是五位老师 陆凡本想先做个自我介绍 神棍胖子老师率先打断了他的话 陆凡同学是吧 你的大考视频我们都看过 很是精彩 史上第一个有龙的御龙师 不知道你这位南省状元 可有心仪的学府 不要问心仪 我们将南学府不玩虚的 一年讲学金一千万龙币 要记秘境等等 全部对你免费开放 在座的可都是龙国顶尖学府的负责人 就这点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抢壮点 胖子文言大为恼火 陆同学 在江南学府的基础上 北京学府再加上一年两千万龙币 雪国不对外开放的秘籍 给你二十个 接下来就跟菜市场似的 众人吵成一团 陆凡没想到竟是这么个场面 他更不知道该选哪所学府 就在这时 龙都学府负责人直接放出大招 经年国之试炼的名额由龙都学府选拔 陆同学 这个名额直接给你 其他几人文言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这不是胡闹吗 陆凡是很厉害 但他刚转职 怎么可能有国之试炼级别 网界可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 别国已经在备战了 陆凡才刚知道 这么重要的名额 你们把他内定给一个新盛 简直就是把国之试炼当而行 国之试炼嘛 这顿时引起了陆凡的兴趣 国之试炼是由全世界二十三个国家 共同构建的超级秘境 每三年将都派出一名二十五岁以下的选手 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国之试炼的秘词 为了秘境的稳定性 选手必须是新人 国家级强者则不允许参加 这是世界瞩目的试炼 奖励更是世间罕见的真体 你要承诺也承诺下一届 这一届还有半年就要开始了 你们龙都学府这样招揽也太卷了 顾涵继续说道 通关国之试炼的人更有资格成为国家级高手 从南省第一迈向龙国第一的机会 龙都学府能给你 陆凡是真的心动了 重活仪式不能主宰世界臣服岂不是浪费 也就在这时 今日的藏宝图已送达 竟是时隔很久的第二张神级藏宝图 上一张让他找到了黑龙蛋 这一张真是期待呢 而藏宝地点竟然是龙都学府 看来不得不去龙都学府 陆同学考虑的怎么样 这也是龙都学府能给出的最大诚意 那好 我要去的是龙都学府 不过顾老师 能不能麻烦帮我申请一件事 但请直说 只要不是太难 我尽量帮你申请 时间一晃就是四天后 陆凡正在关包子铺的卷闸门 小姨没想到有一天会离开这里 毕竟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还有点舍不得 陆凡告诉他 现在有别墅和存款 以后想住哪都可以 小姨还清楚地记得 刚搬来这时 陆凡才到他腰 现在已经超过他了 时间过得是真快 就在这时 一辆跑车停在门口 竟是秦秋和他闺蜜 韩姐姐 陆凡 我来接你们了 以后我们都是龙都学府的学生了 小秋爸爸包了一架专机 正好我们可以一起去报道 陆凡没想到秦秋闺蜜也报考了龙都学府 当然了 我和小秋分数一样 看他报了 我就跟着报了 小姨也没想到 他能被录取都是陆凡的功劳 这个外职没有白养 还记得自己年轻时的梦想 秦秋催他们快上车 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看着小姨和他们打成一片 陆凡说过一定要让小姨过上好日子 对他来说 这只是第一步 他们是第一次到龙都 感觉这里真的不一样 也太热闹了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 领起了陆凡的注意 竟然是棒棒公主和他的两条狗 而他的第一句话就拉仇恨 龙国首都也不过如此 随即他们就看见了陆凡 陆凡觉得真是晦气 怎么又遇到这几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不得不说白毛是条异常忠诚的疯狗 顿时就要扑上去咬陆凡 可惜就是没有脑子 催老六赶紧拉绳子让他不要冲动 没了阮长风的罩着 再搞事的话就会被遣返 现在还不是时候 秦秋记得他爸爸说过 棒棒公主是来流血的 没想到竟是龙都学府 而两人都是御龙师 还是南省一二名 所以龙都学府称他们为南省双子星 陆凡没想到那个狗东西竟也是御龙师 久仰大名陆凡 陆凡则冷冷看着他 与这种汉奸齐名简直就是对自己的无语 契约了契约了 继飞龙小叶后的我终于契约了第二只幼龙 而他的能力不仅堪称变态 甚至当场就给了小叶一个下马威 原来就在金珠阻止陈天志动手后 我便告诉顾涵来龙都的路上大家比较劳累 要求他先将我们带去休息的地方 对此金珠撂下一句狠话 我们走着瞧 不多时从顾涵的口中得知 排名前三十的学生享有入住别墅的特决 听见一旁这座别墅就是陈天志的住所 我也是下意识朝着顾涵纸的方向看去 要是自己猜得没错的话 陈天志应该是出卖尊严答应了金珠的条件 而面对秦秋询问他们的住所在哪 顾涵解释几人的成绩由于没有进入前三十 只能去往普通宿舍去办理入住手续 谁料小姨却一把搂住我的胳膊询问道 那个我们几个能不能跟陈凡住一起呢 这话也让一旁的秦秋当场闹了个大红脸 反观顾涵在思索一番后给出了答案 说学校并不反对这种事 但前提是需要入住的人没有意义才行 看到小姨用眼巴巴的目光看向自己 我根本不敢生出丝毫的反对意见 紧接着小姨就拉住两人来的剧 既然他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住在一起吧 正好可以培养一下感情 见状的我只好无奈地向两人发出了邀请 并借口说这里距离宿舍去太远 要是去找他们至少要花费两个半小时 听闻此言的两女虽然红着脸答应下来 但桃子却指着我说道 合住归合住 可你千万别动了什么坏心思 不然有你好受的 也就在这时 我耳边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 提示我现在距离藏宝图地点很接近 于是我便询问顾涵旁边的别墅住的是谁 在得知里面住了一个其他地区来的女生后 我也是告诉小姨让他们先去休息 自己则需要去认识一下这个新邻居 认为我终于开窍了的小姨当即回应他 我懂我懂 不过你去的时候记得给人带领 而桃子却在心里愤愤不平 我真是低估你了 有我们三个跟你合住居然还想着搭闪邻居 不到片刻 我就拿着小姨做的蛋糕敲开了对方的房门 看着女孩那副冷冰冰的模样 我也是赶紧送上礼物 并解释自己是隔壁新来的邻居路粉 这次来是想交个朋友认识一下 谁料周遭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安静下来 好在经过短暂的沉默过后 女孩还是接过礼物告诉我她叫剑影 眼看她并不打算邀请自己进去 我赶紧借口自己口渴 想进屋讨杯水喝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即便这个借口明显目的不纯 但剑影居然毫不犹豫的就让开了声闻 这边剑影刚将房门给关上 却发现处在身后的我已经不见踪迹 而我则根据系统的提示在房间内狂奔 毕心只想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宝藏 只不过由于不熟悉房间构造的我 不仅闯入了她睡觉的卧室 甚至还去她洗漱的卫生间走了一遭 好在最终在二楼的房间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事实也正如自己猜想的一般 这次的宝藏赫然就是一枚淡绿色的龙蛋 不多是拿到龙蛋的我就火急火燎冲下楼 路过剑影身边时我还不忘补上一句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突然不渴了 咱们明天新生入学大会见 起初剑影只赶到一头雾水 直到来到卧室的她这才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她今天貌似遇见了的变态 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 小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枚全新的龙蛋 伴随着与契约小叶时的情景在线 龙蛋在这一刻开始产生数道猎物 下一秒 但绿色的光芒瞬间从龙蛋中爆发 接着一只如同宝石般的幼龙便出现在眼前 从面板上得知 这只翡翠龙并不是战斗类型的龙族 而是精神力高达600多点的辅助类型 其能力不仅可以抵消三次伤害 甚至还能让小叶跟我的所有加成迎来翻倍 也就是说小叶大考时那六千多的精神属性 只要加上翡翠龙的翡翠之光技能 就能直接翻倍来到一万两千点 并且翡翠幼龙还能吞噬装备强化自身 真不敢想象以后的她会成长到哪种地步 想到这个我将目光看向一旁的幼龙 打算先给她取个响亮的名字 而此刻的小叶玩心大气 正不停地用蛋壳捉弄着刚出生的幼龙 起料还不等小叶开心两秒半 翡翠幼龙直接就是一口咬了上去 见此我果断将这头小龙给抱了起来 要知道小叶同样是个暴脾气 万一打起来估计整个别墅都得遭殃 那么从今天开始 你的名字就叫小翡好了 开始了开始了 龙都学府的入学仪式终于正式开始了 而我凭借御龙师的身份不仅成为全场焦点 甚至无法拒绝学府中任何新生的挑战 在这种规则下 第一个倒霉蛋红武他来了 原来就在玩心大发的小叶也被翡翠龙报复后 我只能在他俩的吵闹声中度过了一整晚 第二天去往新生入学大会的路上 秦秋告诉我生活职业跟战斗职业被区分开来 所以小叶因为是生活类职业 被学府安排去往了另一处地点参加大会 可还不等我继续追问小叶的具体位置 就听见前方传来一阵惊呼声 大家快看 又来了两个校花级别的美女 要是能做这种美女的男朋友 让我穿被戴裤去大街上打篮球都行 听闻此言的秦秋跟陶子顿时羞红了脸 只感觉这群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 不多十几人便来到了举行大会的目的地 由于隐藏职业需要坐在靠前的位置 陶子只能不情愿地脱离队伍 但他心里却在抱怨学校这样子 简直就是帮陆凡跟秦秋创造在一起的时机 与此同时 我突然发现有人正用不善的目光打亮自己 经过一番思索后 我这才想起对方正式参加大考试炼时 那个扬言要拿下第一宝座的气功师红武 于是我便礼貌性地冲他点头问好 回想起大讨结束时校长跟他说的那句 你区区八万积分也想当壮严 还是赶紧去看看榜单上你跟陆凡的差距吧 红武当即气得咬牙切齿 并在心里发誓 总有一天他要找回在校长跟前丢尽的脸面 对于这点我并不知情 而是再次在人群中发现一个熟悉的面目 见我满脸尴尬跟座位上的美女打招 秦秋很是好奇地询问道 你们两个认识吗 也就在我跟秦秋解释对方的身份时 讲台上的身影直接下令让所有人安静 只听来人自我介绍道 我是龙都学府的副校长 也是战斗学院魔法系的副教授 你们可以叫我赵月明 接着就见顾涵给众人分别发放了一张卡片 从赵月明口中得知 这张卡不仅是自由出入龙都学府的证件 更是会用来储存所有学生的个人积分 这些积分便是学府内的通用货币 可以用来开启学校提供的秘境 以及购买武器等一系列道具 至于所有人的初始积分 则来源于大考试炼的分数 这时有学生提出了疑问 说每个区域的大考试炼难度有所不断 学府这样做会对一部分新生没有公平可言 对此赵月明给出了解释 大考分数会依据各省试炼难度系数 公平推算出每个考生相应的积分 文言后的我将目光看向手中的卡片 看来自己这一万三千点积分 将会是我在龙都学府内的全部资金了 可紧接着就听见赵月明补充道 你们手里的积分都是暂时的 一个月后的新生考核会再次决定你们的积分 而新生考核的前三十名有资格进入青云班 这三十人不光可以申请不开放的秘境 还能兑换指定技能和特殊装备 甚至享有搬入别墅区的权利 我听后直接陷入沉思 毕竟第一名的我拥有进入青云班的资格 但要是出现意外 那自己到时候就得被赶出一号别墅 就在我思索之际 赵月明再次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任何学生都能挑战青云班的成员 如果青云班的学员输了 就必须向挑战者让出他的名额 并且青云班的学员不能拒绝挑战 随着大荧幕停止滚动 赵月明表示目前青云班成员共三十名 而根据大考排名 我的名字赫然就出现在第一列 起料众人见我站起身立马开始议论纷纷 一致认为这个御龙师跟陈天志一样 肯定是契约了那种比较厉害的帝龙种 当然这也引起了不远处陈天志的注意 可由于金珠现在还不了解我的具体实力 他还是决定先探明情况再找机会报 好在这种拉仇恨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 这边入学大会刚结束 我便向秦秋提出先去了解一下学府的秘境 打算找个合适的秘境帮小翠升级 可突然身后有人叫停了我 只见红武大手一挥 陆凡我要向你发起挑战 刚才副校长说了 青云班前三十的成员不能拒绝挑战 所以你要是真有状元的实力 那就跟我打一场吧 而他的这一举动立马引起了金珠的主 其中也包括顾涵以及赵月明两人 只不过在红武看来 这种既看不到大考视频 也看不到大考分数的御龙师 一定是靠召唤许多垃圾地龙才通过的试炼 只要他针对本体 那他一定就能拿下这场战斗的胜物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我刚好也需要一场战斗用来杀鸡锦猴 迎脸后续还会出现更多的人前来找麻烦 于是便以200积分作为赌注应下了挑战 金珠剑庄立马告诉陈天志 你必须给我紧盯陆凡的每一步动作 毕竟这可是我们探底的好机会 反观秦秋剑桃子似乎对这场战斗没有信心 随即笑着说了句 你是没见过陆凡的战斗 待会可别被吓一跳了 就在两人说话间 红武已经完成技能的蓄力 那么这场战斗又会以怎样的形式惊呆众人了 打脸了打脸了 身为御龙师的我竟遭遇气功师红武的挑战 可我仅仅只是展现御龙师实力的冰山一角 就让红武又一次惨遭打脸 甚至征服桃子让气化身自己的小弥妹 原来就在红武向我发起挑战后 他便率先发动技能气韵打击朝我冲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我的身影却突然消失在他跟前 下一秒红武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句 我听说气功师技能近战也能远程 这不会就是你的权利吧 看着我在两米半开外招手示意继续攻击 红武的内心顿势如同惊涛骇浪 虽然不明白对方怎么会二转法师的闪现技能 但他还是愤怒大喊 陆凡你这是找死 说着直接发动了气功师的专属技能波动拳 眼看我一直在战场之中左右闪躲 红武当即冷笑一声 在他看来只要继续阻止这小子召唤龙虫 他就一定能伺机拿下这场战斗的胜利 然而红武的脑海中刚闪过这个念头 却猛然间发现我进来到他面前 反应过来的红武自信展开防御技能 心想这一击如果没有二百八十点的力量 就休想破开他的护盾 且要下一秒 红武那引以为傲的护盾直接就被一脚踩碎 直到吐血的那一刻他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输得这么彻底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纷纷到吸一口凉气 直呼这就是南省状元的实力吗 居然没有召唤龙虫 就将气宫师轻松拿下 而一旁的金珠则在询问陈天志 你觉得你有几成把握胜过路粉 陈天志听后不假思索的回应道 单看他的个人实力 我应该只有三成 但要是加上公主你的增幅技能 我觉得胜率应该会在七成左右 而作为胜利方的我则冲红武来了举 你这实力不行啊 我都还没出力 你就躺着了 接着便拿出卡片果断划走两百积分 可当红武看到面板上显示的积分数量后 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 毕竟按照积分计算比例来看 那可是整整130万的大考分数 回想起校长当时所说的话 他这才反映过来自己真可笑 区区八万积分居然还妄想战胜这种怪物 不久后的秘境大厅里 面对小姨询问自己刚刚的战斗有没有受伤 我也是让她放120个心 反观桃子却在跟秦秋吹嘘我的辉煌战警 为了不让两人继续说下去 我拿出秘境资料示意几人看过来 并且是自己查询了学校提供的所有秘境 目前就读出森林最适合我们组队升级 小姨听后提出了她的疑问 表示她虽然是过来凑人数的 但要想进入这个副本 至少需要五个人才行吧 也就在我思考该去找谁组队时 秦秋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看向身后 只见剑影同样在查看学府的秘境资料 听见秦秋说对方的综合排名分数第二 这副本对她来说应该没有难度 当下我也是鼓足勇气上前打招呼 虽然从她那怪异的表情不难看出 她对我当时寻找龙蛋的行为误会颇深 但我还是将自己想找她组队的事说了出来 然而在经过短暂的沉默过后 剑影依旧是用鄙视的目光吐出三个字 大变态 三女剑状那是顿时充满了剑美 一致认为我是做了某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才会让对方露出那种表情 为了自证清白 我赶紧上前解释自己绝对是个正常人 并且告诉剑影独株森林需要五个人才能进去 所以这才找上来想让她一起加入队 原以为剑影肯定会拒绝 结果她竟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 而三女剑目的达成 也是当场将我被说成变态的事忘在了脑后 可就在我提出要替剑影支付副本积分时 她却直接刷卡率先走进了传送门 当然她那接近九千点的积分 也让我不由地陷入沉思 毕竟就算云北省的大考难度系数不高 她的大考分数至少也在八十万以上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帮助小翠提升等级 而此行的目的地就在森林的正前方 登场了登场了 我的翡翠幼龙终于首次在毒株森林登场了 而他不仅帮助桃子抵消了一次致命伤害 更是凭借那近乎变态的辅助能力 一举刷新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 原来就在我邀请剑影加入自己的队伍后 一行人便展开了对毒株森林的探索 而面对桃子询问自己为何要选择恐惧难度 我也是回应在龙都学府的所有秘境中 其他副本都没有该副本获取的经验值高 这时小姨站出来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说既然各位都是来升级的 那她正好有个好东西要分享给大家 之后从小姨口中得知 这种饼干能够让食用者在三小时内 增加20%的经验值获取率 而身为附魔烹饪式的她 居然首次就给制作了两斤半厨 接着小姨便叫停了正前方的剑影 要求她也品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看着送到跟前的饼干 剑影好奇的来了剧 上次那个变态送来的蛋糕也是你做的吗 小姨听后肯定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剑影如果喜欢吃 可以随时随地前往一号别墅做客 而面对小姨跟秦秋的热情邀请 哪怕是态度高冷的剑影 嘴角也不自觉挂起一抹笑容 就在这时 一旁的异响引起了我的注意 于是立马提醒几人有怪物发现了我们 只见正前方赫然出现一只四十级的黑灵巨蟒 可还不等众人做出反应 桃子竟不顾秦秋的阻拦率先冲了上去 由于看出这种级别的怪物不是轻易能战胜 我也是大手一挥 告诉所有人只管放心战斗 由我来替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 听闻此言的剑影目光一礼 暗道这家伙是要召唤巨龙了吗 果不其然在一声响亮的龙银声过后 北翠龙小翠就被直接召唤了出来 也就在我叮嘱小翠别在我头顶玩闹时 小姨跟秦秋等人顿时张大了嘴巴 直呼小叶去哪里了 为什么这条龙他们都没见过 反观桃子的目光也被幼龙吸引 只感觉这跟他想象中的巨龙差别有点大 可由于桃子的分心 黑灵巨蟒的尾巴静止朝他抽了拐 见此我第一时间下令让小翠释放翡翠之光 只听喷个一声 桃子当场就被震得倒飞出去 这边秦秋刚准备前来查看他的伤势 桃子却满脸诧异地说道 有什么东西替我抵挡了伤害吗 原来小翠的翡翠之光技能 不仅能够为目标抵消三次伤害 还能驱除所有减异效果并提高30%的属性 当几人听见我解释完小翠的技能后 秦秋再一次被龙族的强大实力所震撼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条幼龙 其能力就已经远超所有的二转牧师职业 然而就在两人思索之际 黑灵巨蟒也趁机张开血盆大口袭来 对此我果断召唤龙灵剑打算结束战斗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道寒光以更快的速度呼啸而过 接着就见光束静止贯穿了巨蟒的脑袋 做完这些的剑影则开口说道 各位别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已经被怪物盯上了 而看到剑影这种独特的战斗方式 我不由得在心中感叹 排名第二的预见是实力果然不容小觑 可突然 剑影大手一挥操控武器发起攻击 反应过来的我赶紧大喊 小翼快趴下 不明所以的小翼也是一脸懵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出现的危险 好在我将小翼扑倒的同时 剑影的攻击也打断了怪物刺下来的熬枝 从面板上得知 这种怪物名叫赢甲蜘蛛 除了能够连续发动穿刺技能外 还能免疫破甲类型的攻击 也就是说 剑影手中的武器很有可能会失去阻碍 然而还不等我思考应对方法 就见剑影几个剑步瞬间冲了上去 由于剑影迟迟未能破开怪物的防御 我也是没有丝毫犹豫豫加入了战场 只不过与我如今的实力 要想解决这只赢甲蜘蛛根本不在话下 就在怪物被击杀的瞬间 剑影将目光注视着前方说道 别掉以轻心 这些赢甲蜘蛛的数量可不止一只 说着再次召唤出两把武器 提醒这里不光只有赢甲蜘蛛 他们的首领黑网猎手同样在附近 顺着剑影的目光看去 一道细小的身影缓缓出现在黑暗之中 不动的触动了 我首次在高冷玉姐面前展露玉龙狮的实力 就触动了剑影那颗尘封已久的心 甚至让他体会到拥有队友这件事 似乎也并不令他感到讨厌 原来就在剑影提醒我黑网猎手躲在暗处后 两人便不约而同冲向了赢甲蜘蛛的阵营 而面对我询问他的武器给人的感觉很特殊 剑影解释他们玉剑士可以自己锻造武器 并且没把武器都是跟他共同提升等级 听闻此言的我陷入沉思 暗道玉剑士跟玉龙狮狠是相似 前者是给武器提升等级 后者则是给龙虫升级 这边剑影刚使用技能限制赢甲蜘蛛的行动 就见另一只赢甲蜘蛛嘶吼着朝他扑来 对此我没有丝毫犹豫挡下了这次攻击 并下令让小翠释放翡翠之光技能 反观剑影同样一个蓄力 发动了玉剑士的独有技能汗衫 即便这些赢甲蜘蛛能够免疫物理伤害 身体也在这一刻被瞬间击碎 看到这一幕的我不由得在心中感叹 这玉剑士还真是个万金油的执意 要知道他的破血剑自带穿甲能力 水寒剑拥有魔法控制 而他手中的这把更是能提高伤害数值 可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小姨的尖叫声 只见不远处的几人正被大量银甲蜘蛛包围 反应过来的我立马朝着小姨的方位狂奔 并告诉剑影让她去寻找黑网猎神 自己则会解决那边的麻烦 说着一件将挡在跟前的银甲蜘蛛劈成两半 就连小翠也趁机对小姨施加了翡翠之光 殊不知剑影在看见众人都在卖力战斗后 心中莫名涌出一股别样的感觉 结果下一秒 几根丝线以极快的速度从身后袭来 哪怕剑影借助翡翠之光挡下了大部分攻击 可她的手臂也依旧被划出一道伤痕 由于情况危急 剑影只能被迫朝向森林深处奔跑 听见我大喊你不能一个人深入 晴秋一边战斗一边要求我去追剑影 表示只要有小翠的翡翠之光在 这些怪物他俩完全能够硬抗 文言后的我果断将小姨拜托给他们 便顺着剑影离去的方位冲去 然而当我追到森林深处时 黑网猎手赫然就在剑影的头顶上方 但很快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此刻的剑影浑身布满了各种伤痕 当下我也是下令让小翠再次释放翡翠之光 也就在剑影分心说我自己能干掉他时 黑网猎手趁机发动技能珠网束缚 一旦命中 目标将在60秒后死亡 可我却以极快的速度从他身边一闪而过 接着在他诧异的目光中来的剧 耶分神 你可是有队友人 说罢便发动龙血砍化 静止轰向黑网猎手 在龙牙击那强大的破坏力下 仅一击就重伤了让剑影难以招架的对手 剑影剑撞顿时惊讶的何不隆土 毕竟两人之间的排名才相隔一名 这随意一击就堪比他权力输出的汉山相同 而我则提醒剑影趁黑网猎手无法动弹 一鼓作气将对方解决 剑影听后不再犹豫 发动汉山技能的同时 将武器切换成带有穿甲伤害的破血剑 带到黑网猎手被彻底解决后 小翠的等级也来到了三级 反观剑影的内心再次被触动 毕竟从小到大都是独来独往的他 居然在这个男人身上体会到了安心的感觉 但他还是自言自语道 想不到我竟然会有被当成弱者 受到他人帮助的一天 见此我也是打断了剑影的思绪 并十分肯定地告诉他 你很强 就在两人说话间 秦秋跟桃子带着小姨顺着踪迹找来 从他口中得知 他们不仅解决了全部的赢甲蜘蛛 就连等级也得到相应的提升 见状的我再次冲剑影说道 就算你在强 我们也不会让你独自孤军奋战的 此话一出剑影那是当场就愣在了原地 不多时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中 小翠也开始释放恢复所有人力量的生命源泉 事后剑影嘴角挂起一门淡淡的笑容 只感觉有队友这件事 似乎也并不令他感到讨厌 很快众人就根据提示来到了地图的尽头 就在桃子询问为什么这个副本没有领主时 凑到我跟前的秦秋顿时心中一惊 因为在两人正下方的洞穴中有着无数双眼睛 而这正是秘境首领的巢穴 变身了变身了 既飞龙小叶后翡翠龙也迎来了他的全新形态 而他又会给众人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原来就在我发现毒株森林的领主巢穴后 里面的boss变眼冒红光发出一阵嘶吼声 从系统面板上得知该boss名为奸孝珠母 但从他的各项技能来看 可小姨听后非但没有退缩 反而强调如果连关战都接受不了的话 那以后的战斗他只会更加拖后头 然而还不等小姨观看两秒半 遭受社会毒打的小姨就在一旁疯狂干傲 反观桃子通过攻略帖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队伍中哪怕有远程职业拉小兵仇恨 至少也需要四天才能彻底攻略这个副部 谁料小姨却语出惊人来的剧 要打这么久啊 我带的食物只够咱们吃一天的 要是你们愿意吃烤蜘蛛的话 我应该可以给你们现做 文言后的我大手一挥 告诉几人我们不必按照其他队伍的方法行动 接着在桃子跟剑影那疑惑的目光中 一声响亮的龙银声响彻在夜空 伴随着一句 小燕切换成毁灭巨龙形态吧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剑影不由的瞪大了双眼 就连桃子也终于反应过来 这条火龙才是秦秋当初所提到的巨龙 当然这种动静也被奸笑猪母捕捉到 紧接着大量的珠网就被瞬间射了出来 对此我只是将目光看向小燕 事宜该轮到他表演了 下一秒 小燕没有丝毫犹豫便朝向深坑 冲而下 而我则是大手一挥 下令让小燕发动技能大灾变 如此近距离观看龙族的战斗 几人那是顿时被惊出一脸冷汗 感叹这种程度的破坏力 甚至堪比历史中记载过的那些传说之龙 当然对于这点还远远不够 于是我便要求小翠给小燕试加增益效果 只见小翠胸前的宝石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能够让技能效果翻倍的翡翠龙血统 以及翡翠之光 外加龙之鼓舞等技能随之发动 这一刻 小燕的各项属性值瞬间迎来了质的飞跃 或许是奸笑猪母感受到了威胁 那密密麻麻的小蜘蛛顿时倾巢而出 而我在将小姨拜托给秦秋跟桃子后 果断与剑影做好了冲进巢穴干掉猪母的准 眼看蜘蛛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当下我也是挥动手中的龙鳞剑一跃而下 而剑影同样不甘示弱 三把武器瞬间穿透了周围所有蜘蛛的身体 这边刚抵达巢穴内部 更多的蜘蛛立马围了上来 剑壮的我当即冲小燕大喊 要求他过来自己身边 只听休的一声 小燕飞过来的同时 技能大灾变第二阶段也在这一刻发动 有了小燕的保驾护航 这些小喽啰根本无法对我们造成威胁 而剑影在近距离体会到这种高温后 只感觉身体似乎都要被热浪给融化 不过为了更好地迎接接下来的战斗 我也是扭头询问晴秋几人是否安全 在听见晴秋大喊我和桃子没问题 你们放心战斗后 我跟剑影便直奔本次任务目标尖孝珠母 但此刻的尖孝珠母突然抬起她的脑袋 好在两人反应迅速 这才避开了对方射来的紫色毒液 这边刚下令让小翠释放技能翡翠之光 奸孝珠母的下一轮攻击已经到来 哪怕我第一时间挥动龙龄剑抵挡 却依旧被珠网在脸上留下一道伤痕 可就在我下令让小翠动手时 一旁的小翠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于是便张嘴接住了漂浮在空中的血液 与此同时 小翠的最终大招万物焚尽也在这一刻发动 看着整个巢穴瞬间化作一片火海 剑影再次被惊出一身冷汗 在她看来 这种引发天灾的破坏力绝对能毁灭城市 甚至是一个国家 由于这一击消耗巨大 我也是下令让小翠释放技能恢复体力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小翠这次并没有听从命令 而是将目光聚集在自己胸口的宝石上 不到片刻 小翠的身体突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而她的身形也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 随着一个少女的形象缓缓出现 我这才反应过来 小翠这种情况就跟小叶当初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现在的小翠不仅获得全新的形态 并且得到了更强的能力 震惊了震惊了 蜜变后的翡翠龙首次施展她的能力 就彻底震惊了共同组队的高冷欲解 甚至让她看清了自身实力 跟我之间有着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原来就在小翠吞下漂浮在空中的血液后 她也同样获得变化维员形态的能力 可还不等我研究小翠拥有的新技能 奸孝珠母却突然射来大量的紫色毒液 伴随着一道绿色光芒在剑影头顶上 小翠的技能翡翠祝福随之发动 从面板上得知 该技能可以依靠给目标施加三层翡翠龙器 从而增加接下来三次攻击的伤害 虽然不清楚具体作用 但剑影还是大手一挥 立马操控武器展开了反击 可让剑影万万没想到的是 奸孝珠母的身体竟被三把长剑瞬间贯穿 看到这一幕的剑影顿时张大了嘴巴 毕竟先前的破血剑 哪怕是赢甲蜘蛛都无法击穿 这次居然轻而易举就贯穿了BOSS奸孝珠母 但很快剑影就反应过来 翡翠祝福绝不是增强了她的实力 而是让她附加上了龙的属性 当然这种情况也被我敏锐地捕捉到 说不定小翠的能力同样适用于黑龙小叶 想到这的我当即对小翠下达了命令 让其在小叶身上施加翡翠祝福 只见小翠的身影落在了小叶的头顶上方 下一秒就见她的身体散发出淡绿色的光芒 而小叶的头顶也在这一刻出现三块宝石标记 伴随着技能万物焚尽的发动 那炙热的火焰眨眼间就将奸孝珠母覆盖 剑影见状内心再次如同惊涛骇浪 因为她能清楚地感觉到 小叶这次攻击的力量绝对超过了上万点 突然我的声音打断了剑影的思绪 就是现在准备给予BOSS最后一击 眼看奸孝珠母已经进入残血状态 回过神的剑影立马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然而冲在最前方的我却消失在两人跟前 下一秒 我的身影赫然出现在奸孝珠母的正上方 只听砰的一声 龙牙姬那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命中奸孝珠母 与此同时 小翠也再次给剑影施加了翡翠祝福 感受到力量的增幅 剑影二话不说发动了她的最强一击 就这样在两人的轮番轰炸下 奸孝珠母直接就被送去见了阎王 顺利解决完爆后 不仅小叶的等级升到了18级 小翠更是连升两级来到了7级 哪怕是我的等级也成功突破至23级 事后面对剑影询问自己大考试炼的分数 我不假思索地将分数说了出来 剑影听后下意识反问道 以你的实力不应该只有130万分呢 可就在我回应在噩梦试炼的难度分数 130万就已经是上线了10 小叶却发现小翠紧紧贴在我身上 似乎在对她发起精神攻击 看着两条龙争宠的模样 剑影不由地陷入沉思 要知道现在的她虽然拥有八十几万的分数 但要论实力 两人之间却间隔着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不久后的开箱过程中 桃子欣喜地发现 爆出的装备简直就是在为她量身定制 而面对秦秋几人长期的组队邀请 剑影居然破天荒地答应了下来 为了庆祝组队成功 小姨还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谁料剑影却语出惊人来了剧 你们难道就不怕吗 竟然跟这个大变态住在一起 就这样在之后的时间里 我除了熟悉龙都学府的生活外 也经常带领他们去往毒株森林提升等级 直到距离新生考核的前两天 这种三点一线的情况才被打破 而此时小崔的等级来到了13级 就连我跟小叶也各自提升了一级 反观每次结束副本最兴奋的莫过于桃子 因为只要集齐整套的毒株套装 她在新生考核中肯定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值得庆幸的是 这次的副本并没有让她失望 终于让她凑齐了全套的装备部件 从面板上得知 该套装不光能束缚敌人长达一分钟之久 并且还能给目标施加中毒效果 这时小姨冲几人说道 既然桃子已经凑齐了装备 那我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毕竟明天还有新生考核大会呢 当然这一提议立马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刚走出传送门的我却被顾寒直接叫停 从对方口中了解到 赵副校长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自己 听闻此言的我不由得疑了 完全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居然要在新生考核前夕刻地转告 开始了开始了 龙珠学府新生考核大赛终于正式开始了 而我跟剑影首次在公开场合组成的队伍 其对手竟是一心想置我于死地的金珠两 原来就在我结束毒株森林的副本挑战后 顾寒却告诉我赵副校长有重要的是找自己 虽然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 但我还是询问他知不知道事情的具体内容 可顾寒却直接丢下一句 待会你就会知道 然而去往办公室的过程中 却听见有人在讨论青云班高手新平估的事 大概是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 顾寒解释都是因为我跟红武的那场战斗 让新生意识到能够通过切磋对比积分 所以那些新生时不时就会打一场 以至于很多战败的人连学校食堂都吃不起 而这种类型战斗就被众人称之为新平估 对此我也是一阵无语 想不到自己当时的杀鸡锦猴之举 竟然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效果 不多时在顾寒的待遇下 两人便抵达了副校长办公室门前 可还不等我开口询问对方找自己什么事 就见赵月明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来这一阶的国之试炼本该定在五个月后 可东道主太奇国却将时间提前了两个半月 而他们公布的选手名单中金家长子金丞翰 有很大概率能在一个月内达成六十级三转 听见我询问太奇国是不是想等那人三转后 立马开启国之试炼的秘境 赵月明怒拍桌子肯定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对方这样做胜利方将一定会是他们 毕竟其他国家的选手几乎不可能达到三转 我听后也是立马反应过来这是金家的轨迹 要知道三转和二转之间不光是等级差距 而且每次转职都会激活全新的特性 这时赵月明阴沉着脸说道 我知道入学前的承诺对你来说很不公平 但你这次的对手可是一群五世纪以上的高手 要是对上他们你很有可能会死 所以陆凡 你现在还想参加国之试炼吗 而我却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回应头 这可是我不入龙国高手行列的机会 我不仅要参加试炼 甚至还要拿到里面最高的奖励 听闻此言的赵月明直接笑出了声 随即拍了拍我的肩膀 告诉我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那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争取资源 不久后的新生考核大会上 从赵月明口中得知 本次考核会以双人组队的竞技场挑战进行 而出赛时间将会定在今天下午 直到决出百强队伍再开始下一轮的挑战 众人健壮立马开始议论纷纷 只感觉抱大腿的机会即将到来 只不过在我看来 小一因为不是战斗职业 我跟秦秋等人刚好可以组成两个队伍参加 也就在等待陶子前来的同时 却恰好遇见了早已等候多时的剑影 而面对排名第七的双剑式发来的组队邀请 剑影那是想都没想就拒绝 反观陶子刚回来就发现身后那人的异常 见此秦秋赶紧解释道 前几名的同学都想找剑影组队 不过我知道剑影是不会离开我们小队的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看到陈天志将自己的甲龙叫了出来 整个场地瞬间响起激动的呐喊声 而陈天志也凭借甲龙的实力 轻松拿下了27连胜的豪华战绩 见陈天志再次拿下这场战斗的胜利 金珠凑上来对其连连夸赞 并表示在有几场他们队伍都能进16强了 陈天志听后恭敬地回应道 这些都是公主的栽培 我们队伍已经打到了第八名的位置 就看接下来能不能匹配到第一名了 也就在金珠告诉陈天志只要拿下第一名 到时候就会将他推荐给自己的哥哥使 一双脚步缓缓踏入竞技场 紧接着系统播报随之响起 提示接下来的战斗 将由陈天志跟金珠对战排名第一的队伍 当看清来人的那一刻 无论是金珠还是陈天志都瞬间愣在了原地 而全场也在这一刻响起双龙之战的呐喊声 与此同时 秦秋跟桃子同样在台下大喊 你们两个一定要拿下第一名啊 回想起自己昨天下午安排秦秋跟我一队 再由桃子跟剑影一队来让大家拿个好名字 可两人当时却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 解释只要我跟剑影组队拿下第一 就不会破坏我俩第一跟第二的排名 想到这的我当即抱拳冲剑影说道 怎么样 保底是第一名有问题吗 只见剑影大手一挥丢下两个字 简单 加根了加根了 龙都学府的御龙师之战终于正式开启 而我不仅决定独自应战金珠跟陈天志 更是在没有召唤黑龙的情况下 一次又一次刷新着陈天志的认知 以至于愤怒的金珠为了挽回颜面 竟对甲龙释放了他那诡异的增幅技能 原来就在播报提示完金珠等人的对手后 我便与剑影一同踏入到竞技场之中 而面对剑影询问自己 有没有把握战胜对方队伍中的那个御龙师 我也是笑着回应他 要不你和我打个赌怎么样 就赌我一个人再不召唤黑龙的情况下 能不能战胜他们两个 如果我赢了 那你告诉我你遇见识的全部特性怎么样 剑影听后虽然倍感差异 但他也并没有开口拒绝这个提议 很快金珠跟陈天志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伴随着广播响起考核正式开始的提示 陈天志率先按耐不住发起了攻击 还不忘冲我大喊 终于等到和你对战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御龙师 说罢就挥动手中的龙腔静直朝我次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我的身影却突然消失在他眼前 等我再次现身的那一刻 已经开启龙穴砍化出现在甲龙的正下吗 只听喷的一声 那附加黑龙小叶属性的龙爪 直接就让甲龙的一个门牙当场锻炼 而陈天志在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剑影后 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我既没有召唤龙宠 也没有让剑影上场的意思 于是便质问我是不是在小看他 可对此我却是不屑一笑 并表示对付你们两个根本用不着使出全力 听闻此言的陈天志当场暴墓 果断命令他的肩甲地龙发起攻击 眼看这只甲龙嘶吼着朝自己扑来 我也是一个闪身跳跃至半空说道 你这地龙门牙都断了 为了让你看起来美观一点 就让我来帮你修修脸啊 紧接着我便发动龙牙击直接轰了上去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顿时惊讶的合不龙嘴 直呼这陆凡怕不是个怪物 要知道地龙也是龙族的一种 他居然仅凭人类的力量就逼挺了对方 金珠剑壮立马指着陈天志大喊 你在那里发什么呆 还不快去给我干掉他 陈天志听后下令让甲龙使用横扫技能 而他自己也紧随其后发动龙枪击冲了上去 毕竟在他看来 只要两个技能同时攻击 就算是这小子在厉害 也只能乖乖吃下全额的伤害 下一秒 竞技场的地面就被那强悍的力道瞬间震碎 但很快一道声音就从陈天志身后传来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认真起来呢 见我满脸轻松地坐在甲龙掉落的牙齿上 地旁观战的剑影固游地陷入沉思 按道着地龙属性要比同级凶兽强上百倍 想不到陆凡不仅能压制对方 甚至还能轻松应付那个御龙使的夹击 然而就在陈天志打算展开下一轮的攻势时 金珠却突然开口叫停了他 陆凡你这个狂妄自负的下等人 居然还敢出言侮辱本公主 这次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接着就见被紫色能量缠绕的金珠告诉陈天志 退下吧 你这个废物 这么多人看着还嫌不够丢人吗 就你这样还想去太气国 还妄想成为最强的御龙师 别做梦了 说着就将这股特殊能量注入进甲龙体内 看到这一幕的我瞬间反应过来 金珠正在使用的 应该就是当时那个诡异的增幅技能 很快事实就验证了我的猜想 只见贾龙的身体在这一刻迅速膨胀 不到片段 一阵刺耳的龙银声顿时响彻在整个竞技场 正经了震惊了 龙都学府双龙之战中我首次施展龙与魔法 就震惊了自认为无敌的御龙师陈天志 甚至让他不惜献出生命 也要借助金珠的增幅魔法获得力量 原来就在金珠对陈天志的贾龙释放技能后 那原本平静的贾龙突然就进入到狂暴状态 因为我知道 这只贾龙目前的属性虽然超过了自己 但我依旧能轻松将其搞定 金珠见状咬牙说道 这次我一定会将你的黑龙抢过来 然后让你变回那个废物御龙师 说罢便命令陈天志操控贾龙发起攻击 也就在贾龙携带着磅礴气势朝我冲来时 我却抬起手臂轻声说了四个字 龙与魔法 伴随着那蓝色的巨龙身影出现在半空 技能冰龙王的暴怒随之发动 从系统面板上得知 该技能不仅可以对目标造成大量伤害 还能附加一定时间的减速以及冰冻效果 很快贾龙的身体就被冰冻无法动弹 对此金珠跟陈天志顿时瞪大了双眼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我究竟动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可以让一条龙失去行动力 而做完这些的我告诉金珠 你那邪门的巫咒术的确很厉害 但别以为让贾龙的属性超过了我 就能从我手中抢走黑龙 接着补上一局 就凭你们两个还不配 眼看我手中的龙灵剑即将劈向金珠 陈天志立马现身挡下攻击的同时 也对贾龙下达了攻击指令 好在我反应迅速直接消失在原地 由于看出这只贾龙的存在始终是个麻烦 我也是二话不说发动了第二种龙语魔法 只见与刚刚相同的景象再次出现的 不过这次却是一只被雷电缠绕的巨物 而该技能名为蓝龙王的咆哮 技能对敌人造成大量的伤害跟麻痹效果 也能让之后的攻击附带二十层雷电属性 现在居然又用出了两个压制巨龙的魔法 反观陈天志在看到贾龙重重摔在地面后 整个人那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 按道之不可能 明明都是御龙诗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而此时的我同样问出了自己心中的一物 那就是他陈天志自始至终 为何都没用过龙枪机以外的技能 要知道龙枪机虽然跟龙牙机稍有不同 但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使用的武器不一样 可在听见我说御龙诗还有龙爪 以及龙之鼓舞这两个技能的那一刻 陈天志不由地再次愣在了原地 心想难道这些都是这家伙的初始技能吗 见陈天志一副始料未及的模样 我也确定了他并不是不用 而是契约的帝龙种 没能给他解锁这些技能 想到这的我便冲他说道 先不说我们是不同的御龙诗 而且你和我之间本就没有深仇大汗 你也不必出卖尊严做他的仆人不是吗 谁料陈天志非但没听进去 反而愤怒大喊 够了 你不但阻拦我爬上最强御龙诗的位置 更是嚣张到教育我没有自尊 接着便要求金珠将增幅技能施加在他身上 放话哪怕是豁出性命 他也会让对方知道得罪公主的下场 金珠见状顿时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表示这将会是陈天志最后的机会 伴随着暗紫色的能量被注入进体内 陈天志立马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我也是好奇地询问他 为什么要对金珠这种人选择誓死效忠 可得到的答案却是一句 如果没有金珠公主找到我 就算我觉醒了跟你一样的职业 也依旧会是一个废人 不到片刻 就见陈天志变成了得拥有四条手臂的罐 眼看对方不顾一切发动龙枪击朝自己冲来 我当即做好迎击姿态回应道 与其说你可恨 我更为你感到可悲与可怜 只听休的一声 陈天志只感觉一道雷霆从身体上滑过 而我的身影已经来到了他的正后方 直到听见陈天志大喊 对不起公主殿下 让您失望了 这一刻 金珠只感觉一股死亡气息迎面扑来 打脸了打脸了 龙都学府双龙之战后 金珠又一次惨遭打脸 然而我却被校长勒令退出新生考核测试 结果不仅得到了第三张神机藏宝图的防卫 甚至在剑影的陪同下 组成了全新的二人探索小队 原来就在我以碾鸦之姿战胜成天之后 金珠看着我那逐渐逼近的身影 只感觉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但他还是立马搬出了金城汉的身影 扬言他哥可是太奇国的心境第一名 如果感动他 到时候他哥哥一定会加倍打回来 结果下一秒 我的拳头依旧是毫不犹豫的招呼在他脸上 接着补上一句 既然这样 那就算我欠你哥的好了 看着金珠修愤的摊坐在竞技场上 不明所以的考生纷纷指责赢都赢了 为什么还要羞辱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可我却并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而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竞技场 与此同时的监控势力 赵月明下令让所有人都敬一敬 随即宣布了本场比赛 由陆凡剑影的队伍获胜 这一刻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喧哗声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这场战斗我既没有让剑影参与 也没有召唤出自己的龙闯 完全就是依靠个人实力碾压对方取胜 殊不知在赵月明宣布完结果后 却告诉顾涵让其将我叫去他的办公室 临走时还不忘叮嘱他继续下一场队伍的匹配 不久后的校长办公室 赵月明告诉我他通过情山海难 已经了解了我跟金珠的恩怨 只不过在他看来 这种竞技场上解决私人恩怨的举动 难免会被一些有心之人利用 可就在我解释陈天志的失落 自己也曾经历过 而金珠只是借此利用对方时 赵月明却直接终止了这个话题 并拿出一份文件说道 我和校长全程观看了你刚才的表现 你现在可以退出新生考核了 听闻此言的我不由的疑乱 反问是不是自己的表现令他们感到不满意 对此赵月明笑着补充道 因为你释放的那两个龙语魔法 已经足以证明你够资格参加国之试炼 所以这几个由秘境猎人找到的高级秘境 你可以任意挑选一个前往探索 当听见我说这些秘境的起拍价格太高了后 赵月明表示价格方面不用担心 说只要选好了想去的秘境 学校就会去对应的工会将它竞拍下来 还不忘补上一句 龙兜学府对于国之试炼从不满 答应给你的资源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也就在这时 我的目光突然被其中一个秘境吸引 随即告诉赵月明 说自己想去这个叫飞龙凌园的秘境 要知道早在自己跟金珠等人对战的前夕 我曾当着剑影的面 将近期积攒的藏宝图一一合成到更高级别 最终成功得到了一张神级藏宝图 而地图上的标记地点正是飞龙凌园 但由于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 当时是想着等有机会再找人打的方位 没想到竟让自己在这里遇见 第二天的新生考核复赛中 顾涵刚宣布接下来由陆凡剑影队 对战排名第三的10号楚风队 结果却被赵月明直接挥手叫停 接着告诉所有人陆凡剑影队已经退出比赛 接下来参与对战的队伍会重新匹配 伴随着话音落下 观众席上立马响起一片哗然声 纷纷大喊那个陆凡居然退散了 我今天可是专程来看他的呀 而此时身处巨木密林的我郑冲剑影说道 抱歉啊 和我组队害的你也不能继续参加比赛 谁料剑影听后却不以为然 表示学校不仅为他保留了青云般的名额 而且还有一万积分已经打入帐篷 更何况能来这种罕见的秘境 对他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 可突然 树梢上的身影瞬间引起了两人的警惕 伴随着一句别紧张 这道身影便从高处直接跳了下来 只听来人解释道 我是秘境猎人工会的 你们叫我黑鼠就行 面对我询问他是不是飞龙陵园入口的引路人 黑鼠在确认过身份后要求我们跟上他 说只要将我们带到传送门 他的任务就算结束了 或许是因为途中太过无聊 黑鼠下意识问了句 你们两个多少级啊 居然让龙都学府下血本拍下这个秘境 当得知我俩一个24级一个25级后 黑鼠那是当场傻眼 直呼你们怕不是疯了吧 难道不知道这是55级以上的噩梦级秘境吗 说着便掏出手级联系龙都学府 打算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搞错了 可就在这时 对方身后的参天巨木突然应声而断 好在三人反应迅速 这才避免了受到倒地树木的波及 在察觉到有危险靠近后 我二话不说便用出了技能蓝龙王的咆哮 那恐怖的雷电属性也命中在罪魁祸首身上 看到倒地的是一只50级的轻易龙鹰 黑鼠那是当场就愣在了原地 只感觉眼前这人刚刚释放的技能 根本就不是一个25级的人类拥有的 而我则是冲着黑鼠说道 等级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所以麻烦你尽快带我们去入口吧 惊动了惊动了 飞龙凌园中剑影镜意外掉落悬崖之下 而我那英雄救美的举动 也再次打动了他这个高冷欲解的心 可紧随其后到来的却是一场更大的危机 原来就在我利用龙羽魔法秒杀轻易龙鹰后 我便告诉黑鼠无需担心自己的实力 只管将我跟剑影带去飞龙凌园的入口即可 对此黑鼠尴尬地摸了摸脑袋 并示意让我俩跟在他后面 不多时在他的带领下 一行人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而前方正是进入飞龙凌园的传送门 看到完成任务的黑鼠准备离开 我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于是挥手叫听他说道 你们秘境猎人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吧 所以我想拜托你帮忙打听一些位置地点 听到这话的黑鼠顿时陷入懵圈状态 根本不理解我这是什么意思 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眼前这人是想从自己手中购买位置信息 当听见我说猎人公会虽然禁止私下交易 但地理位置并不在限制范围内侯 黑鼠也是硬着头皮赚起了外款 不过每条关于位置的信息 都需要支付给他十万龙币的报酬 眼看我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 黑鼠不由地在心中感叹 现在龙都学府的学生都这么有钱吗 如理玩这些的我刚走出传送门 就听见剑影抱怨耽误了很多时间 要知道想要探索完这个秘境 就必须爬上万米高的飞龙神木顶端 然而还不等我思考从何处才能登上飞龙神木 整个大地突然在这一刻变得颤抖起来 下一秒就见大量的怪物出现在视野中 而从面板上得知 这种怪物是以群体攻击为主的腐蚀飞龙 其技能腐化吐息 更是能降低目标50%的攻击力 剑撞的我也是提醒剑影做好战斗准备 毕竟一旦吃下对方的龙吸 那就会面临攻击力减半的风险 起料话音刚落 就有数只腐蚀飞龙率先朝我发起了攻击 剑撞的我没有丝毫犹豫 便将小叶叫了出来 而在熔岩烈焰那炙热的高温下 前方的腐蚀飞龙当场就化作了击粉 反观剑影也操控破血剑使出汗山技能 眨眼间就对其中一只飞龙完成了斩杀 由于汉山拥有范围性效果 周边的飞龙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可就在这时 一只飞龙净敲咪咪地摸到了他身后 好在剑影反应迅速 纵身一跃避开了对方的袭击 而他随手甩出的破军重剑 更是重重地将这只飞龙定在了树干之上 但令剑影没想到的是 这次跳跃也让他陷入掉落悬崖的威胁之地 原本剑影还想着将自己的破军重剑召回 可另一只俯视飞龙并不打算错过觅食的机会 看到这一幕的我心中猛的一惊 当即便以更快的速度从悬崖一跃而下 只听咔嚓一声 龙牙击那强悍的威力直接将飞龙劈成两半 做完这些的我立马冲剑影大喊 快把手给我 伴随着剑影的手臂被牢牢抓住 龙铃剑也被我全力刺进一旁的峭壁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 这种下坠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 听见我说小心点 我们的目的地可不在下面 剑影的嘴角不自觉挂起一抹笑容 暗道我又被你救了一次呢 这边剑影刚脱离危险 悬崖底下却突然传来阵阵轰鸣声 不到片刻 一道巨大的身影便与两人擦肩而过 当下我也是立马呼唤小叶前来帮忙 听到声音的小叶刚想回到主人身边 却被那突然出现的巨大身影挡住去了 而那附带死亡气息的白骨巨龙 也在这一刻仰天长笑发出刺耳的龙银声 丁宠了争宠了 飞龙陵园中两大龙宠从一开始的并肩作战 直接演变成小翠用绿茶行为挑衅小叶 哪怕是我这个育龙是主人 也完全拿他俩没有任何办法 原来就在我跟剑影脱离危险后 那突如其来的白骨巨龙也出现在小叶跟前 听到动静的我刚抱着剑影来到悬崖之上 就见那只白骨巨龙朝向小叶扑去 只听哐的一声 来不及反应的小叶当场就被吞入口中 而从系统面板上得知 这只白骨巨龙乃是55级的狂战骨 不仅拥有极强的防御能力 还能依靠古人突袭和白骨风暴这两个技能 对敌人造成大量的范围性伤害 眼看狂战骨龙不停地摇晃着脑袋 打算将吞进口中的小叶撕碎 我也是告诉剑影不必担心小叶的安全 由他继续前进探索 自己则去解决掉这只狂战骨龙 剑影听后当即冲我喊道 陆凡尼等等 狂战骨龙可是非常危险的亚龙主 不是你一个人就能轻易解决的 对此我却是大喊让小叶切换到蔑视者形态 听到这话的小叶瞳孔骤然收索 体内的龙雀之力也在这一刻爆发 下一鸟就见狂战骨龙口中喷射出大量火焰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龙银声充斥在四周 那身披铠甲的蔑视者小叶便出现在眼前 看到这一幕的剑影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他怎么也没想到 陆凡的黑龙居然还有另一种形态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我将小翠叫出来的同时 也让他立马释放技能翡翠祝福 只见一道淡绿色的光芒闪过 在我的头顶上方便出现三块宝石状的标记 做完这些的我再次下令到 小叶快配合我干掉这个丑八怪 收到命令的小叶果断开始蓄力技能 也就在我抄起龙零剑挥砍下去的瞬间 技能蔑视咆哮直接令狂战骨龙无法动弹 而那携带着小叶属性的龙牙鸡也精准命中 本以为这场战斗在这里就可以画上就好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周遭突然掀起一股能量风暴 而狂战骨龙的瞳孔 也在这一刻猛地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看到以狂战巨龙为中心升起的特殊风暴 我瞬间反应过来 这应该就是他的专属技能白骨风暴 然而当我思考如何破开对方的能力时 一道红光突然就轰断了狂战骨龙的脊脚 接着就见剑影从飞龙神幕上御剑而下 虽然诧异剑影为什么没有离开 但更令我感到好奇的是 他的这把新武器 居然能将狂战骨龙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听剑影解释道 按照当时你独自战胜陈天智的约定 我是来履行赌约告诉你御剑是特性的 趁着两人说话之际 不讲武德的狂战骨龙竟挥动爪子朝我袭来 剑影剑撞大手一挥 表示御剑是每升五级都会解锁一把新武器 而这就是他的最强底牌夜火莲 原来这把武器能在火属性与暗属性间切换 并且每收割一次生命都将永久增加攻击力 随着夜火莲跟狂战骨龙接触的那一刻 剑影当即握拳说了四个字 恶业爆发 看到那剧烈的爆炸瞬间将狂战骨龙吞没 我也彻底了解了剑影的特性能力 虽然预见是没有解锁技能这一说法 但却可以通过获得不同的武器 来使用新武器的特殊能力 想到这个我便摆开架势告诉剑影 接下来的收尾工作交给我来就行 说吧同样大手一挥 下令让小翠释放技能提升小叶的伤害能力 伴随着翡翠祝福施加完成 小叶的技能伤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剑壮的我不再犹豫 果断命令让其发动大地碎裂技能 小叶听后也是嘶吼着抬起手臂 下一秒那恐怖的破坏力直接将大地震碎 而狂战骨龙也在这一刻跌落进无尽深渊 也就在这时系统面板随之弹出 多出了永恒者以及灵魂之光这两个星形态 事后看到小叶变回原形态回到我身边 剑影只感觉巨龙的实力根本无法无聊 就算自己用出了底牌武器 其威力也依旧不及小叶的五分之一 随即叹了口气说道 抱歉陆凡 我没有继续前进的必要 你跟小叶他们就能很快打败你 我在这里会拖你后腿 听闻此言的我则笑着回应他 你这是说什么话 还多亏了你帮我从白骨风暴中解围 不然小翠还无法升到十五级解锁星形态 眼看我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小翠身上 身后的小叶那是气得咬牙切齿 要是他能口吐人言的话 高低地骂一句小翠是个绿茶表 哪怕剑影提议回到飞龙神木继续探索 他俩依旧是不顾我这个主人的阻碍 一个劲得在疯狂掐架 可突然 剑影的头顶上方降下无数的火球 好在几人反应迅速避开了这次袭击 来到安全地带的我深知 是自己等人刚刚战斗闹出的动静太大 这才将附近的其他怪物吸引过来 定睛看去 空中正盘旋着大量的不知名飞龙 而在这群飞龙的后方 还有着一道巨大的龙族身影 暴露了暴露了 飞龙灵园中小翠终于暴露了他的新形态 而他不仅能够吸收敌人的高额伤害 更是凭借他的全新技能灵魂之光 一举拿下了秘境Boss刚鼓飞龙 原来就在众人结束与狂战鼓龙的战斗后 却遭到一群不知名飞龙的突然袭击 来到安全地带的我身知 对方是被战斗闹出的动静给吸引过来 而从小翠的属性面板中 我很快就找到了应对方法 于是下令让小翠切换到灵魂之光形态 再由被附着的小翠掩护灯上飞龙神木 只听休的一声 两只龙宠的身体迅速发生变化 下一秒小翠就切换成了蔑视者形态 小翠也以灵魂之光的新形态出现在视野中 紧接着系统面板随之弹出 提示解锁了灵魂壁骨 以及灵魂冲击这两个新技能 其中灵魂壁骨不仅能让目标全属性翻倍 还能通过吸收伤害叠加一层玉器 并且累计满十层将会释放玉器冲击 伴随着小翠的身体逐渐被灵魂之光包裹 他的各项属性也在这一刻疯狂飙盛 从面板上得知 小翠的多项属性已经破万 其力量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两万六千里 面对剑影询问为什么小翠受到加持后这么强 我解释这是因为小翠的特性会对龙祖 或者血脉相同者来说效果会更好 不过要想以最快的速度登上飞龙神幕 就必须避免不必要的战斗才行 可就在我思索之间 空中无数的火球突然就朝向小叶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我命令小叶不必反击 只管让小翠来吸收伤害即可 小翠听后也是开始吸收对方的技能 不到片刻 他头顶上方就出现能量蓄满的标志 剑撞的我赶紧大喊 就是现在 快释放你的玉器冲击 而随着该技能的释放 一股绿色能量便迅速朝向四周扩散开来 看到附近的飞龙纷纷从高空坠落 剑影下意识来了剧 这些都是小翠技能造成的吗 得到确定答案的剑影陷入沉思 只感觉龙族的能力实在是深不可测 就算他拿出夜火连这张底牌 也依旧比不上陆凡的任何一只龙鲁 可突然间 一阵风暴当场打断了两人前进的步伐 只见正前方赫然出现一只体型巨大的飞龙 而从系统面板上来看 对方正是飞龙灵源的副本BOSS钢古飞龙 其能力不光能减少50%的所有伤害 甚至低于1万点耐力的目标会被瞬间斩杀 眼看钢古飞龙伺候着冲向小叶 剑影赶忙提醒道 那家伙跟狂战古龙同为亚龙主 陆凡 我们必须得去帮小叶才行 可我却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而是命令小翠准备释放技能灵魂冲击 话音刚落 小翠胸口的宝石顿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原来技能灵魂冲技能通过叠加龙气的方式 从而大幅度提升该技能的威力 虽然小叶目前的属性已经十分夸张 但我还是大手一挥发动了龙之哺乳技能 当然在这各种BUFF的加持下 小叶的力量属性直接来到了三万点 随着两条龙各自的技能同时命中目标 哪怕钢古飞龙能够免疫50%的伤害 也依旧无法阻止其手臂被当场轰断 见钢古飞龙将目标转向这边 剑影立马做好了战斗准备 暗道就算我在御龙师面前不值一提 但作为他的队友 我也必须要出一份力才行 随即操控夜火连大喊 恶夜爆发 只听轰的一声 那附带暗属性的攻击 禁止命中钢古飞龙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吃下这一击的钢古飞龙非但没受到伤害 反而脖子处看起来却是愈发闪亮 也就在剑影道歉自己无法伤到对方时 我则是笑着告诉他没关系 毕竟自己已经收到了他的心意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说着便召唤出龙龄剑喊道 小翠附在我身上吧 而那携带小夜属性的龙牙机 也精准命中在钢古飞龙脑袋上 不多时系统就发来小夜升到二十级的体势 并且还获得了全新技能威压 反观小翠则像个狗皮膏药般的贴在我身上 这一幕也再次惹得小夜破口大骂 看着两龙打闹的场景 剑影不由地感叹 十五级的小翠都这么强了 那二十级的小夜 岂不是能一击秒杀钢古飞龙 可在听见我说在小夜眼泪 钢古飞龙估计都排不上号后 剑影忍不住笑出了声 说他突然想起桃子说过的一句话 随即有模有样的学道 你有这么强的龙 就算旁边栓条哈士奇都能大杀四方马 听闻此言的我同样笑出了声 表示这样的剑影比以前开朗很多 要知道最开始的他除了声音好听 其他任何方面都给人一种生人无尽的感觉 听到这话的剑影顿时变得慌张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会有人夸自己声音好听 可就在我回应剑影他不仅声音好听 而且长得也很可爱时 看不惯小翠绿茶行为的想念 也在卖力的想将他从我身上拉开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此刻在飞龙神木顶端的巢穴之中 正躺着一枚如同深蓝色宝石般的龙弹 他想了打响了 飞龙凌园的最终之战终于打响了 这次的对手不仅拥有绝对防御 甚至还包含了一只65级的三头元素飞龙 然而这两只Buff存在 也彻底激发了小翠体内的战役 原来就在众人结束与刚鼓飞龙的战斗后 我与剑影便开启了对飞龙神木的进一步探索 而面对我询问他是不是解锁了新武器 剑影想都没想就召唤出一把武器说道 这把万华的效果虽然很不错 但可惜目前的等级太低 还无法在战斗中发挥作用的 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系统也将这把武器的属性显示了出来 得知缘由的我笑着回应那也只是现在 只要等到你的万华成长到25级 想必到时候用起来肯定非同反响 听到这话的剑影不由的陷入沉思 按道就算我所有的剑都升到25级 估计也比不上小叶一次攻击造成的伤害了 不过一想到龙这种生物本就是大陆最强 剑影也是抛开烦恼重新露出笑容 我们还是快走吧 忽然都追不上他俩了 但很快几人就被眼前的状况挡住了去 只见地面正躺着几具死去已久的尸体 经过一番分析后得知 这些人都是在不同时期遭遇的独测 也就是说附近肯定有潜藏的威胁 可就在我提醒剑影这里多半被怪物占据 要时刻注意四周的状况时 一道身影静巧声无息的出现在我身后 只听喷的一声 那猝不及防的声响也将剑影吓了一体 接着就见一只龙形生物出现在视野中 从系统面板上得知 这只怪物名叫青铜飞龙 能力是可以为有方目标附加大量的防御力 可还不等众人从错愕中回过室 空中再次出现一只长有三个脑袋的飞龙 而这只三头元素飞龙的等级不仅高达65级 还能释放冰火雷三种元素的范围性伤害 甚至只要任意一个脑袋不被损坏 其他脑袋也能在一定时间内复活 当然这种同时出现两只buff的情况 也让剑影直呼路反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眼看元素飞龙正在蓄力他的三重魔法 小叶没有丝毫犹豫就朝向对方冲了过去 可即便小叶的攻击精准命中 也仅仅只是打断了雷元素脑袋的技能 因为有着青铜飞龙能力的保护 元素飞龙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剑影剑撞立马摆开架势喊道 那家伙现在的防御力太高 我们必须优先解决这只青铜飞龙才行 听闻此言的我告诉他不必这么紧张 说自己已经想好了应对方法 于是便命令小翠切换灵魂之光附在我身上 并准备释放他的灵魂冲击技能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龙灵剑造成的伤害竟被防御壁垒全部吸收 而另一边的小叶也避开了元素飞龙的攻击 看到这一幕的我当即冲他喊道 小叶切换成蔑视者形态 然后准备使用你的新技能威压 收到命令的小叶身体顿时被火焰包裹 接着就见巨龙形态的他发出震耳欲龙的龙音声 那恐怖的威压当场令青铜飞龙无法动态 就连元素飞龙的身体更是止不住颤抖 原来技能威压一旦被释放 周围的敌人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恐惧 以及定身或者晕眩效果 哪怕是剑影都痛苦地捂住脑袋 说小叶这个技能造成的影响太大 他整个人貌似要裂开了一半 为了不让剑影面临精神崩溃的风险 我果断连同小翠朝向目标发起了攻击 随着龙牙击与灵魂冲击封在青铜飞龙之上 他的技能青铜副甲也在这一刻被打断 眼看时机成熟 我也是冲小叶喊道 就是现在 碾碎他们 小叶听后瞬间就将元素飞龙摁在了地面 而在他那暴力的撕扯下 元素飞龙其中一个脑袋直接就被扯下来 剑壮的我搀扶住剑影的同时 吐槽小叶这次玩的有点过谋 然而话音刚落 系统就响起一连串的提示音 提示小叶连升两级来到了22级 小翠升到了17级 剑影也顺利突破到27级 至于我则是全场最高的28级 事后看到小翠正在把玩元素飞龙的脑袋 我也是忍不住叮嘱道 小翠你可要听话呀 千万不能学你小叶姐下手没轻没重 反观剑影的心情却是愈发低落 只感觉他这个云北省的天才 如今跟我组队居然变成了挂剑般的存在 也就在剑影思索之际 系统的弹窗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于是我便拍了拍剑影说道 那只元素飞龙需要失去所有脑袋才不会出火 我们正好可以去营地休息一下 接下来就交给小叶来解决吧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晚上 这边剑影刚端着食物掀开帐篷 说这是小叶出发前特地准备的 结果却发现整个营地外空无一人 看到这一幕的剑影顿时被给失落 心想看来你也意识到我是一个累赘了 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我已经根据提示来到了飞龙神墓顶端 要知道自己来到飞龙灵园的墓地 就是为了这张神级藏宝图中的宝藏 出现了出现了 飞龙灵园中小翠的第二种形态终于出现了 而面对等级高达70级的双生飞龙王 全新形态下的他不仅令小叶战力暴走 更是紧停一己之力 扛下了飞龙王的龙鱼解禁魔法 原来就在我来到飞龙神墓顶端后 却发现地图标记地点有着两枚简状物体 起初我并没有把这种怪异情况当回事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两枚简状物体突然炸裂开来 伴随着一阵响亮的龙银声充斥在四周 两只龙形生物突然就出现在视野中 系统面板也在这一刻弹了出来 提示对方不仅是最接近龙族的亚龙主 更是等级为70级的飞龙王之魂 并且能够使用解禁后的龙语魔法 将技能元素吐息以及灵魂突袭替换为静总 虽然没想到这次对手的等级会高达70级 但我还是下令让小叶前去应战 而作为辅助的小翠也紧随气候跟了上去 眼看其中一只飞龙王嘶吼地朝这边冲来 我赶紧提醒小叶他们要小心应付 毕竟双方之间的等级差距实在是有点大 很快战斗闹出的动静就引起了剑影的注目 回想起那一次又一次被搭救的情绪 剑影只感觉陆凡之所以独自行动 多半是对自己产生了厌恶感 直到脑海中浮现出我当时所说的话 你想为队友出力的新衣服收到 还多亏了你帮我从白补风暴中解决 不然小翠肯定没这么快升到失误级 想到这个剑影顿时重拾信心 按道我好歹也是云北水的天才 就算各方面都不如你这个御龙师 至少也能做到帮你分散火力吧 反观此时的我经过交战后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七十级的飞龙王实力非同小可 要比大考试炼时的灭试大帝强上百倍 念及于此我果断发动技能龙之不悟 并大喊让小叶准备释放龙岩烈焰 伴随着小叶对其中一只飞龙王贴脸开大 那炙热的高温顿时让其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这时另一只飞龙王突然发动技能朝我袭来 谁料下一秒 漫天的剑雨瞬间打断了飞龙王的灵魂突袭 看到这一幕的我瞬间反应过来 这一切都是万华造成的 接着就见剑影现身在不远出大喊 你尽管上吧 我在后方辅助你分担压力 还不忘补上一局 你放心 我的万华已经升到六级了 自保还是没问题了 听到这话的我嘴角挂起一模微笑 感叹自己还真是遇见了个靠谱的队友 随即大手一挥命令小队切换到永恒者形态 见系统弹出解锁新技能生命脉搏 以及永恒守护这两个技能的提示 我没有丝毫犹豫便让其发动生命脉搏 而从系统面板上得知 该技能能给范围内的全体有框目标 同时施加双倍的翡翠之光与翡翠注 并且由于翡翠龙血管的存在 技能层数也再次迎来翻倍 只见小夜头顶上方那绿叶跟宝石状的标记 从原本的三层达到了夸张的十二层 听见我大喊下达撕碎飞龙王的命令 小夜二话不说发起了攻击 只听砰的一声 那强悍的力道当场令两只飞龙王碰撞在一起 当下我也是看准时机开始吟唱龙语魔法 而在蓝龙王的咆哮 以及小夜大灾变技能的轮番轰炸下 两只飞龙王直接就淹没在雷电火海之中 然而就在这时 飞龙王突然携带着火焰冲向高空 剑影剑撞心中猛的一惊 直呼陆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剑处在空中的飞龙王俯冲而下 我知道这肯定是对方发动龙语解禁的前兆 很快系统就验证了我的猜想 提示该技能是解禁后的龙语魔法末日坠落 能够对目标造成献出生命值的指数 乘以百分之两千的巨额伤害 当看到面板上显示 飞龙王此刻献出的生命值是百分之百十 我果断看向身后大喊 小翠 快释放你的技能永恒守护 发音刚落 一股剧烈的冲击波迅速朝向四周扩散开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扬起的烟尘中赫然出现一道淡绿色的光芒 只见在小翠的保护下 在场之人并没有受到实质上的伤害 原来永恒守护可以生成屏障 庇护所有目标 至于屏障吸收的伤害数值 取决于永恒者生命值与自我恢复能力 而小翠因为有翡翠龙血骨存在 他的恢复能力更是高达恐怖的百分之五千 带到烟雾彻底散去 剑影忍不住感叹道 这次还多亏了小翠的新能力 不然我们恐怕是再劫难逃了 我听后也是摸着小翠的脑袋夸赞他干得不错 只不过这一举动也将小翠气得不轻 并在心里吐槽道 你既然这么喜欢他 那以后打架这种事就让那个绿茶表上吧 可哪怕我补充他才是战斗的最大功臣 小翠依旧对我将他忘在脑后的事表示不满 事后面对我解释自己并不是抛下他 而是着急出来寻找东西后 剑影却笑着回应没关系 并表示他知道我根本不会抛弃队人 接着便将我当初说过的话还了回来 就算你在墙 我也不会让你孤军奋战的 手了到手了 继斐翠龙后的第三枚龙弹终于到手了 可哪怕我施展御龙师的专属契约能力 却根本无法令第三只龙宠顺利出生 以至于让小翠都怀疑这是一枚坏蛋 原来就在众人与双生飞龙王的战斗结束后 我便打开了飞龙灵园中的通关宝箱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里面居然包含了一件传说品质的道具 从系统面板上得知 该道具名为飞龙王的魂影 效果不光能令持有者获得飞行能力 还能将龙与魔法转换为一次高阶进咒魔法 而另一件则为史诗品质的御龙案 可以让使用者成为龙骑士的同时 将两者之间的属性叠加并提升普通伤害 至于最后一件道具名为幻龙骨仪 作用是可召唤出同等级的双生飞龙王之鬼 唯一的缺点是只有三次使用次数 虽然这几件道具的效果都完美契合自己 但可惜除了这件幻龙骨仪外 另外两件都受到了一定的等级限制 这次剑影突然叫停还在发愣着我 陆凡你快过来看看小翠这是怎么了 只见小翠不知什么原因 正在不间断地释放他的技能生命源泉 而在该技能的滋养下 飞龙神木的汁液也变得愈发茂盛起来 见状的我心中倍感诧异 要知道生命源泉只能治疗友方目标 也就是说小翠的这一举动 意味着飞龙神木不仅是拥有生命的物体 并且还是有军之一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飞龙神木周围突然生长出大量藤蔓 接着在我那诧异的目光中 这些藤蔓环环环相扣迅速集结在一起 而它的顶端也在这一刻出现一颗特殊果实 系统反馈这是一枚飞龙神木之主 并提示如果能斩杀造成神木枯萎的是魔龙 就能得到飞龙神木原主人生灵龙的青睐 当下我也是果断将其收入囊中 毕竟这个任务没有时间限制 就算任务中提到的是魔龙是龙王级的存在 自己也能等到完成六十级三转 或者九十级四转时再去完成也不迟 想到这个我忍不住夸赞小翠干得不错 要不然根本不会触发这种特殊的隐藏任务 突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 于是将换龙骨敌取出来说道 对了小翠 这个东西你能吃吗 眼看他们几个那是满脸的问号 我赶紧解释自己不是在乱投喂 并强调小翠拥有自然同化的技能 可以靠着吞噬获得技能特性 然而就在这时 小翠二话不说就是一口咬了上去 反应过来的众人顿时张大的嘴 剑影更是在一旁心生感叹 这种东西小翠为什么会吃得那么小 伴随着患龙骨敌被彻底吸收 我惊喜地发现小翠拥有了召唤飞龙王的能力 并且三次使用次数的限制也随之消失 而在小翠施展该能力后 其身后赫然出现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 下一秒两只飞龙王的身影便出现在众人眼前 与最开始不同的是 此刻的飞龙王不仅等级跟小翠相同 就连体型也缩小至先前的五分之一大小 剑影剑状不由地陷入沉思 按道这难道就是龙宠的宠物吗 路凡你还真的是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吗 事后面对剑影提议赶紧回学府修行 我也是让他先出发自己随后就来 说罢便打开地图开始处理最重要的事 不久后龙都学府别墅里传来我的训斥声 小翠你天天欺负小翠 难道就不想再有个弟弟妹妹换换手了 小翠你天天被小翠欺负 就不想改改性子出出气吗 可哪怕我说的唾沫心子乱飞 他俩依旧是目不转睛的盯着地面的新龙蛋 看到这一幕的我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 我知道你们很急 但再急也要先听我说完 于是再次对他俩展开了一顿思想教育工作 只不过小翠的目光 自始至终都没从龙蛋上挪开半目 终于在某一刻 我满怀期待的对这枚龙蛋施展了御龙术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心心念念的龙虫竟毫无破格迹象 不明所以的我便打开了系统面板一探究竟 直到发现面板上显示契约栏并未解锁 我这才明白是自己的等级不够 想要与第三只龙虫契约 就必须达到三十级完成二转才行 对此小翠阴阴地询问这是个坏蛋吗 小叶则熬的一声回应他不懂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秦秋跟桃子来到房门前喊道 陆凡你快醒醒 出事了 这边刚打开房门 就见秦秋将显示屏递了过来 让我赶紧看看帖子上面的内容 只见上面写着风云阁发帖回忆 第一名退赛是怕输掉与江风云队伍的比赛 由于这条帖子已经冲上了校园热搜 大部分人也将江风云是做了公认的第一名 见此我也是一头误实 完全想不明白这群人是在闹哪出 这时桃子上前解释风云阁是由江风云等 外加一些强力职业组成的新团体 并且对方还放话等他明天比完决赛 就会来一号别墅去清场 听闻此言的我这才反应过来 这家伙是既想要国之试炼的名额 又想踩着自己尚未拿到名气 想到这个我笑着来的句 既然他风云阁是冲着我来的 那我就给个机会成全他们好了 接着扬了扬手中的设备 请求你的这个再借我用一下吧 让我给风云阁发个应战帖 加根了加根了 龙都学府中我公开发帖挑战整个风云阁 可江风云不仅嘲讽我狂妄自大 更是放话要证明他才是学府的真正第一名 原来就在我得知风云阁在诋毁造谣自己后 我便决定发帖正面接下对方的挑衅 反观此时龙都学府内台赛的休息室中 三道身影正在进行模拟对战 面对其中两人联手朝向自己拖来 江风云当即摆开架势冷哼一声 而作为隐藏战斗职业暗影武士的他 静瞬间召唤出树道分身展开了反击 见此那两人顿时憨如雨下 直呼风哥我们只是陪练而已 你怎么用起这个技能啊 伴随着一连串的惨叫声响彻在整个休息室 两人当场就失去意识跌落在地面 然而就在这时 地旁的镜模师许晶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于是便挥手冲江风云喊道 那个陆帆回帖了 江风云听后便询问其帖子的具体内容 但许晶并没有直接说出来 而是将设备递到跟前让他自己查看 当看到我发帖回应说他们风云阁都是垃圾 待到新生考核后好好较量一下时 江风云忍不住土淘道 这个陆帆还真是猖狂啊 居然妄想单挑我们风云阁的所有成员 随即一把将设备丢给许晶 要求他回话熟强熟弱 等到明天决赛后竞技场间分享 临走时还不忘坏笑着补上一句 到时候让风云阁全体到场 他陆帆不是要单挑我们所有人吗 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个单挑法 毕竟在他看来 学校内定的第一跟十打十比出来的第一 在实力上肯定相差十万八千 与此同时的别墅内 见我对明天风云阁的决赛提不起丝毫兴趣 小姨在一旁劝说还是去看看吧 并且是多了解一下对手肯定不是什么坏事 就连埋头干饭的桃子也补充到 就是你去露个脸 说不定你的支持者要比风云阁更多呢 眼看晴秋解释我现在处在舆论风口 要是被发现肯定会被风云阁的人说闲话 小姨直接凑上来说他有办法解决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换了一身行透的我被带到了观众戏之中 而面对小姨询问他选的装扮是不是很好 我的内心也是一阵无语 毕竟谁让他是自己的小姨呢 叫我突然站起身 小姨赶忙表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干嘛不留下来看看情况 我则是回应这里实在是太吵了 自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会 当然这一幕也被不远处的赵岳明看在眼里 顾一会的校长办公室门前 赵岳明敲响房门的同时 询问校长有没有了解近期校园论坛中 那个陆凡与江峰云之间的约战体 很快房间内就传来一句 新生间的小打小闹让顾晗去处理就行 用不着来告诉我 可赵岳明却沉声说道 基于陆凡这孩子的实力 我建议校方应该出面制止这次约战 毕竟陈天志和他比赛后 至今还躺在医务室里养伤 结果下一秒 校长室里直接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说与其操心这种小事 还不如担心一个月后来笑的龙都特使 对方可是要来检测那个叫陆凡的小 到底有没有具备参加国之试炼的资论 回想起特使一直都是由钱雄担任 赵岳明便解释陆凡即将二转 钱雄虽然喜欢摆架子 但工作上肯定不会刻意前来找麻烦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校长接下来的话让他心中猛的一惊 找付校长的消息还真是不灵统了 钱雄他早就不是特使 现在的龙都特使名叫阮长丰 听闻此言的赵岳明不由地愣在了原地 赵岳明便恭敬地回应了 校长大人 如果掌握国之试炼选手资格的人是他 陆凡怕是要被百般刁难了 直到听见校长说陆凡是他清选的试炼之人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后 赵岳明也是立马回应他会再去寻找资源 好让陆凡尽快完成二转弥补烈士 谁料里面却传来一句爽朗的笑声 急什么 先看看江峰云与陆凡的约战好了 毕竟这么热闹的是我可不能错过 而在另一边的擂台积分房前 看到DN的替管者被踹了出来 众人只感觉里面坐镇的肯定是二转职业者 根本不可能是区区二十九级能发挥出的实力 可就在我抱怨来这里看比赛浪费时间 还不如去毒株森林里升级时 房门突然质压一声被打开 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道靓丽的身影 接着就见来人开口说道 你好呀 还有时间和我切磋一下吗 你进了震惊了 龙都学府擂台房中我竟遭遇神秘学姐挑战 可哪怕我发挥出现有的全部实力 也依旧惨遭对方的全程碾压 甚至还被她当面指出了我耐力不足的缺点 原来就在我开启擂台房任由他人挑战后 房间内迎来了一位身材火辣的挑战者 而面对来人说她的等级比较高 她作为学姐会手下留情之类的话 我也是告诉她不必放水 只管全力出手即可 学姐听后露出一抹笑容 这可是你说的 只见一股火焰风暴顿时充斥在整个房间 而她那原本宽松的礼服也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特殊的战斗形态 下一秒身后便传来一道声音 学姐和外面的同学可不一样 你记得要全力出手 话音刚落 就见她手中的武器静止朝向自己次来 哪怕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挡下攻击 却依旧被那股强悍的力道震得连连后退 对此我不由的变得谨慎起来 要知道能做到一击将自己击退的人 这个学姐的实力跟等级肯定超出了响息 只听学姐在不远处夸赞道 不错嘛 居然挡下了 可你没有反击难道是怕伤到学姐我吗 接着很是俏皮的补充道 不过你要是畏手畏脚的 待会可是要被我好好教训一顿 听闻此言的我不再由你 立马摆开架势回应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了 说吧 两人在这一刻同时朝向对方攻去 当下我能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虽然能够化解他的各种攻势 但从对方那轻松的表情不难看出 他不仅没有动用权力 并且还是自己目前遇到的最强对手 而此时的积分房外 听见里面传出不间断的打斗声 众人纷纷感叹美女挑战者有点东西 不然早就像其他人一样被踹出房间 这时广播突然想起本场比赛结束 由江峰云许晶队伍获胜的声音 与此同时的竞技场中 见许晶说有兄弟看到陆凡前来观看比赛 江峰云满脸不屑地说道 看他如临大敌的模样还真是可笑 这场比赛我连一半的实力都没发挥出来 想摸我底眉门 接着就见他只向观众稀喊道 陆凡你猖狂不了多久了 明天的战斗希望你可不要临阵脱逃了 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整个竞技场顿时响起为风云阁的贺彩声 当然这也将看台上的陶子气得不轻 直呼陆凡那家伙跑哪去了 我明天一定要让他狠狠教训下面那群人 小一见状则拿出手机解释道 他觉得没意思早就走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而另一边的我再次被那名学姐击退后 只感觉他的实力实在是强得可怕 但更令我感到好奇的是 要知道他本可以三两下将我放倒 却感觉像是在引导自己发现动作里的不足 可还不等我猜测他这样做的目的 就见学姐将帽子递过来说的 从不熟悉到能预判我的招式 这15分钟你的进步相当大了 不过学弟你的耐力貌似不够持久 还得多锻炼一下才行吗 文言后的我刚想说点什么 他整个人突然就凑了上来 话说学弟你有这么帅气的脸庞 为什么要戴个口罩给自己遮起来呢 好在手机铃声打断了这种尴尬的气氛 在得知竞技场中的比赛已经结束后 我也是尴尬的一抹脑袋 那个学姐 今天多谢你教我很多近战技巧 离开之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谁料他却语出惊人的来了句 刚入学的新生就开始要女孩子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你也没有看起来那么老实吗 可再听见他说联系方式就算了 如果想要见他可以像今天一样开个积分房 要是有缘他会再来后 我不禁再次陷入沉思 尽管对方的年龄看起来跟自己差不多 但从我几乎完败的情况来看 他学姐的身份很有可能是假的 可就在我思索之际 面板上突然弹出积分加100的提示 后之后觉得我赶紧冲出了房间 毕竟他既不要积分也不表明身份的举动 也让我对他身份变得愈发好奇起来 可来到走廊的我无论怎样 不喊学姐两个字 他整个人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这时前方突然传来小姨的声音 小凡 我们在这里呢 而桃子却忍不住吐槽道 陆凡你在发什么癫 这回又勾搭上哪个学姐了 见状的我无奈的叹了口气 按道这个学姐也太过神秘了吧 第二天的龙都学府竞技场中 众人都在等候这场挑战赛的开始 眼看江风云抱怨那个陆凡怎么还没来 许晶在一旁解释道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差两分半 咱们再等一会吧 结果话刚说完 我的身影便出现在竞技场的入口处 见我挥手打招呼说不好意思 自己应该没迟到吧 风云阁的众人立马做好了战斗准备 而我则小跑进场地中来了剧 咱们快点开始吧 我一会还有别的事要做了 愿惊了震惊了 龙都学府竞技场中 我首次召唤黑龙小叶 就直接震惊了风云阁的全体成员 甚至凭借小叶那简单粗暴的技能 当场秒杀了江风云和他的一众小弟 原来就在我叼着面包小跑来到竞技场后 江风云便开始指责我的这种出场方式 压根是没把他们引击这场战斗当回事 对此我却是不屑一笑 解释自己虽然不知道他们能顶几个红武 但最好是风云阁的所有人全都一起上 然而江风云听后非但没有出手 反倒是一把挡下了即将暴走的小弟 面对江风云提议既然这是挑战 那他们风云阁愿意拿七千积分当做赌注 我也是亮出了校园积分卡 并表示这里面的一万七千多积分全压了 哪怕许晶在一旁提醒他们的积分不够 可江风云却直接呵斥他闭嘴 毕竟在他看来 这一万七千多积分一旦被他搞到手 那他之后在龙都学府内完全可以横着走 想到这的江风云便冲几人大 风云阁全体成员压上所有积分 他就一个人而已 这场战斗我们赢定了 眼看我一边活动手臂 一边要求他们有什么手段尽管释出来 整个风云阁的众人也是如临大敌 反观江风云则告诉一旁的许晶 看你的吧 那家伙敢这样叫板 肯定是想召唤他的龙蠢 闻言后的许晶果断发动了他的技能 只见那突如其来的锁链瞬间将我束缚 从面板上得知 该技能能在五秒钟内让目标无法递动 更无法使用任何技能 江风云见状不再犹豫 当即下令让所有人发起攻击 一时间无论是江风云 还是风云阁的众人都朝我扑了过来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那束缚在我身上的锁链突然断成竖节 而在江风云那诧异的目光中 那挥出去的刀刃也被我轻松挡下 紧随其后就是一只大手揪住了他的衣领 只听喷的一声 他整个人就被我重重地摔在了地面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要知道许晶的控制技能无效就算了 现在就连老大也被徒手扔在了地面 可即便是这样 许晶还是第一时间发动了他的另一个技能 虽然系统发出提示 说该技能会降低目标75%的移动速度 但我还是任由这个技能打在自己身上 而在许晶的要求下 各式各样的技能也在这一刻轰了上来 但很快烟雾里就传出一句 还真是让我失望了 新生考核的第一就这种水准了 要不你们还是回去练习两年半再来吧 也就在这时 被踩在脚下的江风云询问许晶 为什么他的咒术会失去阻动 魂言许晶只感觉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按照这不可能啊 明明所有技能都施加在了他身上 可为什么就发挥不了作用呢 而我则轻描淡写的来了剧 你就别怪他了 我无非就是属性高了那么一点点 那些太低级的技能对我无法生效罢了 江风云听后那是气得咬牙切齿 于是便拉下眼罩遮住了眼睛 眼看江风云施展必杀技朝我发起攻击 风云阁的众人立马欢呼起来 直呼江哥终于用出了那招 陆凡你就等着完蛋吧 但我却大手一挥冲所有人说道 江同学你的这招还挺帅气的 不过既然你是新生考核的第一名 那我就给你看看陈天志都没见过的福利吧 听闻此言的江风云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赶忙询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结果下一位 一声响亮的龙音声顿时充斥在四中 只见蔑视者形态的小叶瞬间出现在半空 光是散发出的热浪 就将江风云的分身全部吞噬殆尽 当然这一幕不仅惊呆了台上的观众 更是吓得风云阁所有人当场抱头鼠窜 就连看向半空的江风云也忍不住发出感慨 这就是陆凡的龙宠吗 怪不得陈天志的那种龙不堪一击 两者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了呀 正当他思索之计 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江同学你先别倒下 我要开始反击了呢 伴随着小叶那震耳欲龙的龙音声响起 技能威压也在这一刻发动 短短几秒内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施加上了恐惧 眩晕以及定身这三种效果 事到如今江风云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之前的种种行为是多么的可笑 只不过在失去意识前 他脑海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逃离这 见江风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面 我也是扬了扬手中的积分卡 你们风云阁的所有积分我就收下了 现在应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第一了吧 谁料江风云却强撑着一口气掏出了手机 直接将变回人形态的小叶给拍了下来 不久后的擂台积分房内 我正电话叮嘱请求晚上务必将剑影叫来 并且是这次赚了不少积分 到时候会统一分给大家 这时房门突然被神秘学姐一把推开 听见对方询问自己是不是特地在等他 我也是笑着回应那是自然 因为和其他人比试没什么意思 只有跟学姐你切磋才能学到东西 毕竟你的等级可是在七十级以上 听闻此言的学姐当场愣在了原地 下一秒便头也不回地关上房门准备一开 更新了更新了 龙都学府积分房中神秘学姐再度现身 而我的无心之举不仅令对方当场暴露 甚至还为自己争取到一顿社会毒打 原来就在我与小叶击败风云阁全体成员后 我便来到擂台房中等待神秘学姐的到来 而面对我将进房等级设置成七十级的局 房间里很快就传来学姐那质问的声音 好小子 你居然敢给我下套 对此我赶紧解释起了原因 说自己只是想验证一下心中的猜想 并表示论相貌对方的确像是学姐 但从等级和实力上来看 他很有可能是学府中的老师 听闻此言的学姐忍不住笑出了声 要求我还是称呼他为学姐比较好 接着就见他大不上前来的局 要说相貌 不戴口罩的你看着可让人愉悦多了 可在听见学姐叮嘱自己 如果下次还敢耍心机探究他的信息 他就再也不会出现后 我知道自己下次将进房等级 设置成八十级的计划是泡汤了 谁料下一秒 学姐突然切换到战斗形态 你的进步很大吗 我上次使用的战斗技巧 你竟然能马上运用到与江峰云的战斗中 虽然没想到对方去观看了那场比赛 但我还是将龙铃剑召唤出来 准备接受教导 学姐见状也是笑眯眯的给出了评价 当时你反击后立马放倒 他倒是反应挺快的 不愧是靠我磨练出来的速度 不过没打几下就召唤出你的轮床 这实在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可就在我尴尬摸着脑袋 说自己在进战技巧上还有很多不足事 学姐手中的武器瞬间就刺了上来 不明所以的我捂着受伤的手臂 反问对方为什么突然要对自己出手 只见学姐此刻的脸色无比阴沉 不得不承认你的进步很大 但距离你能自迁的程度还差了两年半 文言后的我赶紧解释自己不是在假装谦虚 而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学习技巧 因为学姐你之前的种种表现 就像是在对待亲弟弟一样 听到这话的学姐扑斥一笑 你可真会拉关系啊 听说你有个小姨厨艺不赖 想和我学战斗技巧 到时候带点她做的附魔食物来就行 而在另一边的竞技场中 赵月明正伸出手在查看江峰云的伤势 在得知对方只是失去意识后 他也是站起身看向四处 感叹陆凡那小子倒是没让他这个校长难看 除了陈天智那次之外 居然没有一个人有生命威胁 与此同时 我与学姐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随着双方武器完成碰撞的那一刻 他也是毫不利色地夸赞的 看来你上次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 动作果然快了不少 但紧接着就见学姐露出一抹坏笑 放话今天只要击中他一次 他就会赠送一把传说品质的武器 说着再次挥动长矛对我发起攻击 听见学姐说我手中的武器 已经不能适配现在的自己 我也是回应这把剑已经陪伴了很久 而且它的特殊效果 其他武器根本给得了 学姐听后一边朝我冲来 一边询问我除了武器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想要的东西 而我在避开攻击的同时直接来了句 学姐 我想要附魔技能等级消除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学姐突然就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就好像处在随时爆发的边缘 下一秒他整个人瞬间爆射过来 这种东西你知道有多珍贵了 老娘真是后悔问你了 去死吧你 何想而知 迎接我的肯定是一顿社会毒打 夜晚的别墅内 面对小姨询问我为什么会伤成这样 我忍着剧痛解释 那个学姐实在是太厉害 自己整个下午 估计没有击中他一下 甚至还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也就在剑影分析对方 多半不是学府的老师时 桃子却在一旁惊呼出声 陆凡 你又在学校论坛上热门了 看到是风云阁的成员上传的视频录像 剑影便提出了他的看法 说现在的我肯定会接替风云阁 成为那帮吃瓜群众新的追捧偶像 对此我只感觉一阵无语 并告诉他们不必理会这种小事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不久后的《独株森林副本》中 众人正对Boss奸孝珠母展开围剿 反应过来的剑影也是下意识来的剧 原来你口中重要的是是升级啊 我还以为你要多和学姐切磋学习呢 而我则肯定了这一说法 毕竟只有达到笨高的等级 自己才不会被那位神秘学姐打得那么惨 随着奸孝珠母被顺利斩杀 我的等级也终于来到了三十级 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我 已经达到了第二阶段的转值要求 哪怕小姨趴在树干上呕吐不止 她也依旧是强忍着恶心说道 太好了小凡 三十级可以二转了呢 反观桃子则满脸兴奋的补充道 那咱们还等什么 现在立刻马上就去转值大厅了 恩经了震惊了 龙都学府中我竟开创历史成为首个御龙骑士 可哪怕我向小姨解释全新职业的能力 却依旧无法避免众人陷入奇怪的猜想 甚至还被小姨说成是骑着小叶的大变态 原来就在我击杀奸孝珠母达到三十级后 我便决定前往转值大厅进行第二次转值 然而这边众人刚走出副本传送门 就见一大群妹子争先恐后的朝我过来 纷纷大喊着让自己给他们签名留念 桃子健壮那是当场愣在了原地 感叹剑影说的果然没错 这小子现在成了大家眼里的头号红人 而小姨则一本正经说道 既然这样 那咱们只好再次给小凡打扮一下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愿 换了一身装扮的我终于逃离了包围圈 见秦秋直呼那群人太可怕 我只感觉自己日后的出行估计会很麻烦 这时桃子突然叹了口气 表示人与人的忧愁果然不相通 他倒是十分乐意有一群帅哥这样追捧他 反观见影却直接转移了话题 说玉龙师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二转技术 根本没有任何资料能够用来提供参考 文言后的我不禁陷入沉思 毕竟这次转职是属于创造新的历史 一旦选错了职业方向 那就会对未来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 可就在我思索之际 桃子敢忙提醒道 陆凡我们到转职大厅了 虽然心中有些许忐忑 但我还是在众人的期待中准备开始转职 随着学府身份卡被系统确认 我也站上了第二次转职的专属仪式台 当然事实也正如剑影所说 面板上并没有提示关于玉龙师的职业技术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自己的系统可以查看玉龙师的转职方向 记忆中 二转和初次觉醒职业有所不同 它会根据职业种类有很多分支自主选择 想到这个我果断催动了转职仪器 不到片刻 眼前就出现三种不同的面板标记 而这正是玉龙师二转的三大分支 金色的面板代表的是辅助类型的龙牧师 能够学会更多的增幅类技能 从而依靠给龙宠付加增益来提升输出 紫色面板代表的是偏向法师职业的龙咒师 其能力更偏向于法师职业 能将技能变换成各种龙与魔法 并且还能吸收龙宠的技能化为己弄 至于最后的橙色面板 则是龙血战士的上位职业猎龙战士 不仅可以拥有更多的近战与减伤技能 更是能将身体的各个部位 或者自身化作巨龙的形态战斗 虽然感觉这三种职业能力都十分强悍 但我更倾向于猎龙战士这项职业 要知道它是能够化身巨龙战斗的存在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提示音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只见面板上竟出现御龙师的第四种分支 从介绍上得知 该职业是以敏捷和力量为主 不光能学会更多与龙宠相配合的技能 甚至用出的技能还会发挥出更强的威力 看到这一幕的我顿时大喜 这种既不用局限发展方向 也有利于自身全面发展的职业 无疑是自己目前的最佳选择 于是我当即选择御龙骑士成为转职方向 很快全新的职业面板随之弹出 提示我的各项属性在这一刻大幅度提升 就连龙爪以及龙牙鸡也增加了攻击次数 不仅如此 还顺利解锁了第三个龙宠的契约位 只不过此时的转职大厅外 见周围人员正在讨论关于二转职业的事 桃子不免开始担忧起来 因为距离我进入转职大厅后 时间已经过去了至少两个半小时 直到听见小姨安慰她别紧张 桃子也是满脸干大的回应道 韩姐姐 你的模样看起来好像更紧张吧 对此剑影表示理解 毕竟在她看来 这次转职完全是在探索未知区域 而这个时代的规则 也会因为不同职业的选择发生不同的变化 也就在晴秋大喊让众人要相信陆凡时 完成转职的我刚好出现在她身后 几人见状赶忙询问究竟转职成了什么职业 当下我也是告诉他们边回边说 不多是在我的讲解下 他们也对御龙骑士有了个初步的了解 可在听见我说只要等到小叶等级达到三十级 自己就能利用御龙安骑成她后 小姨却突然冒出一举 我说小凡啊 小叶跟小翠他俩还那么小 被你骑着怎么总感觉你像个变态呢 见状的我赶紧要求几人不要想奇怪的画面 并解释要骑也只能骑他们的巨龙形态 谁料话音刚落 这就是给陆凡泪趴下的学姐吧 你这家伙怎么不告诉我她这么漂亮啊 听闻此言的学姐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夸赞桃子真会说话 紧接着便将目光看向小姨 你就是陆凡的小姨寒科吧 我这次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把你的小凡借我用一回 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傻眼 只感觉这话蕴含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 可即便是这样 小姨也依旧是毫不犹豫地将我送了出去 在留下一句晚上会把我送回来后 我整个人就一脸懵地被她强行拖走 唯独剑影忍不住皱了皱眉 认为这个学姐无论是实力 还是身份都愈发的深不可测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辆车正飞速驶离学校 面对学姐询问自己为何这么沉默 我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瞥了一眼小姨发来的消息 虽然不清楚这位神秘学姐的真实身份 但我还是反问对方要带自己去什么地方 结果下一秒 她整个人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你不会以为我要把你卖了吧 随即十分俏皮地补充道 放心好了 上次你狮子大开口说的抄袭有技能消耗品 我决定当成礼物送给你 气炸了气炸了 龙都天华拍卖行中我与金珠再次碰面 然而神秘学姐豪志武艺竞拍道具的举动 不仅当场将金珠直接气炸 更是一举令我背负上了巨额债务 以至于我不得不掏出星空龙弹估算价值 原来就在学姐将我带离龙都学府后 我便跟随她来到了龙都天华拍卖行之中 而面对我询问为何要来这种地方 学姐解释这里正好有一张附魔卷轴要拍卖 必须把握住机会才行 我听后也是回应要不还是算了 要知道赵副校长在近拍飞龙龄园时 那价格可是达到了一个夸张的数字 谁料学姐却是坐下来调侃道 你当时问我要卷轴的气势去哪了 放心吧 学姐我可比你想象中富有呢 由于现在还不清楚她的真实身份 外加不能一直欠她的人情 我只好告诉她自己会想办法还钱的 谁料话音刚落 大厅内就响起一阵豪杂声 起拍价格为9000万龙币 而他们拍卖行之所以这么定价 是因为该道具不仅能消除装备的等级限制 并且制作材料价格高昂的同时 制作成功率也只有0.35%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距离近拍环节这才过去三分钟 卷轴的价格就飙升到了恐怖的两亿龙币 或许是看出了心中的顾虑 学姐凑上来小声说道 我教你啊 近拍千万不要温水煮青蛙 必须一锤定音才能拿到想要的东西 这边学姐刚准备开口报价 就连学姐也忍不住抱怨他家很有钱 要是和他竞价难免会大出血一次 见我诧异的询问他为何会认识金珠 学姐解释他的消息网十分灵通 关于我和金珠之间的矛盾 他可是非常清楚 随即便举起号码牌喊价四亿龙币 并表示这卷轴他今天送定了 就算是被抵到天价 他也要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眼看价格突然飙升到四亿 金珠顿时被气得咬牙切齿 大喊烦死了 到底是谁在坏本公主好事 听闻此言的我倍感无奈 心想还不如把东西让得金珠 毕竟这五亿资产 我把自己卖给他当奴隶也偿还不起 而这也导致金珠怒拍桌子大喊 到底是哪个王八蛋这么讨厌 故意跟我做对事吧 伴随着主持人宣布竞拍成功 我跟学姐也只好站起身 接受众人的仰慕 看到这一幕的金珠两人当场愣在了园里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抢拍的人居然会是自己的死对头 事后在前往休息室的途中 学姐还不忘挑衅的冲金珠挥了挥手 虽然这一举动将金珠气得浑身颤抖 但他深知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于是只好怒气冲冲的朝外走去 按道路凡 你给本小姐等着 这笔账我一定会让我哥帮我讨回来的 不久后 一道靓丽的身影出现在休息室里 只见来人开口说道 能在我这里花大价钱买小东西的人 估计也只能是你了 然而就在学姐凑上去跟对方打招呼时 他的注意力却放在了一旁的我身上 为了避免误会 是这家天华拍卖行的老板杜雅秋 而面对我询问他是不是跟学姐很熟 他也是尴尬一笑回应的 我跟你的学姐可不仅仅是认识的 我是他的嫂子 这家拍卖行就是我和他哥一起经营的 可我却丝毫没注意到他话里的漏洞 而是感觉自己貌似被坑了 内心直呼怪不得他近拍时这么好说 原来是他自己家的产业 随着学姐将钱款支付完毕 达到卷轴的我内心不由的开始激动起来 因为只要有了他 我就能消除非龙王魂翼那六十级的等级限制 结果这边刚将物品收起 学姐却仰了仰手中的卡片说道 小凡啊 你可要想想怎么还我这五个亿呢 可还不等我做出反应 他突然拿起一旁的设备来的举 瞧我这记性 差点忘了带你来这里的另一个木头 接着就见他亮出设备 说他能赚到这么多龙币的秘密 就在于拍卖行独有的百宝图件收录系统 只要收集到里面没有的东西 就能得到3%的道具估算金额 听到这话的我不禁陷入沉思 也就是说自己只需录入一定量的稀有装备 这附魔卷轴的五亿龙币就能很快还清 想到这个我当即取出非龙王的魂翼 杜雅秋见状直接瞪大了双翼 感叹这件道具至少能估价二十亿龙币以上 可对此我却是善善一笑 表示自己除了这个 还有比魂翼更加稀有的珍宝 伴随着一股风暴充斥在整个房间 那散发着璀璨光芒的龙蛋便出现在我手中 正经了震惊了 龙都天华拍卖行中我首次将龙蛋公之于众 就彻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竞拍者 以至于他们不惜倾家荡产 也想将这枚龙蛋收入囊中 然而我却借此了解了学姐的真正目的 原来就在我得知鹿鹿道具图件就能赚钱后 我便掏出星空龙蛋让拍卖行估算价值 对此杜雅秋那是当场惊呼出声 感叹如果说等级消除后的魂翼是极品道具 那这枚龙蛋绝对堪称是史无前例 但看着学姐跟他那副震惊的模样 我只感觉换龙骨敌给小翠味早了 不然至少还能让自己大赚一笔 谁料杜雅秋整个人突然扑了上来 要求我务必将这枚龙蛋录入图件苦 只要有了他 他们天华拍卖行的名声就能传遍世界 甚至能在历史上留名 至于报酬就是从这个月开始 每个月都能到拍卖行来竞拍一次 无论看上什么道具 竞拍的价格都由他来支付 当下我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毕竟这种每月一次获得稀有道具的特权 无疑能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好处 只不过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能够让自己摆脱那高达五亿的负战 见状后的学姐则陷入沉思之中 在她看来拥有一条龙就有望成为世界第一 如今这小子还有其他龙蛋 她只感觉自己绝对能化身天使投资人 事后见学姐抱怨她那五个亿明明不着急喊 为什么还要执意用这个月的资格抵消 我只好笑着解释 既然对方说即日生效 那自己肯定要选这张等级消除卷主 学姐听后气得嘟起小嘴 按道嫂子退钱退得太快 搞得我想收点利息都不好意思开口 可就在两人路过拍卖行大厅时 却听见有人在讨论百宝图件保单更新的事 于是我也将目光转向一旁的大萤幕 打算看看自己的魂翼跟龙蛋有没有上往 可当龙蛋出现在百宝排名第一的那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疯狂了 纷纷大喊让他们看看龙蛋的模样 一些大家族子弟更是第一时间联系家族 放话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将龙蛋收入囊中 哪怕是我也被这阵仗惊出一身冷汗 认为这夏天华拍卖行肯定会彻底报复 这边刚费力冲出拥挤的人群来到大街上 学姐却开口说道 嫂子这广告收益可太值了 你小子应该一个月找他要三五件真品 我听后虽然心中倍感惋惜 但还是转移话题询问学姐的车辆在哪 接着就见学姐拿出钥匙在手中扬了扬 我的车不就在那吗 只见正前方赫然停放着一辆拉风的摩托 由于这不是来时的车辆 我也是将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学姐则解释先前那辆是她皇回嫂子的 而这辆摩托才是她的最爱 原本我还以为她会像秦山海那样召唤坐骑 或者像金珠一样配备司机 现在看来她是喜欢自己骑车兜风的 也就在我思索之际 学姐率先骑上机车叮嘱道 你还在等什么 快上来抱紧我的腰 学姐的车速可是很快的 你要是掉下来我可不管了 起初我还并不把这话当回事 可随着对方上来就是一个弹射器 我也终于明白了学姐这话中的含义 然而这边刚适应车速 学姐却将目光看了过来 你二转后应该有三个宠物栏才对 那之前的两个栏位一个是黑龙 另一个为什么不去契约这颗龙蛋呢 念及于此学姐突然反应过来 你小子的这枚龙蛋该不会是第三条龙吧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学姐的目光立马变得柔和起来 你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龙这种生物就像是神明 有些人穷极一生都无法理解 你居然就已经拥有了三只 经过短暂的沉默过后 见我询问她为什么一直帮助自己 自己又会在什么时候得知她的真实身份事 学姐却严肃地解释现在还没到时候 并表示我现在连第一关都没通过 眼看我处在一脸懵的状态 学姐再次解释道 不久后龙都学府就会迎来一位特使 她会考察你是否拥有参加国之试炼的资格 我担心她会借用权力针对你 因为你只有得到她的认可才算通过第一关 得知缘由的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原来学姐你是学校安排来帮我过关的呀 学姐见状眉头微皱 好奇我为什么会笑得这么开心 而我则告诉她 无论对方的实力有多强 自己只要有学姐当作陪练 到时候国之试炼的考核她一旦作妖 那她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 这充满自信的发言也让学姐不由的疑论 接着同样放声大笑起来 直呼你还是挺勇的吗 那我就等着看你让她心服口服了 也就在学姐提醒时间不早了 她要赶快将我送回别墅时 我默默地在身后掏出了飞龙王的魂翼 伴随着系统弹出以装备的提示 我便在学姐那诧异的目光中 二话不说就将手搭在了她的手臂上 学姐 这最后一段路 就让我带你飞回去吧 说罢便牵着她的手缓缓飞向高空